你觉得哪部动画电影是国漫崛起的希望 2019年一部国漫横空出世 170万人打出8.4的高分 一句经典台词贯穿整部电影 他就是哪吒 整个故事还要从一颗混元珠说起 话说千百年前 一颗混元珠剔收了天地灵气 变成了一只妖怪 为了降服妖怪 原始天能派出两位徒弟前去收妖 一位是忧郁男神 害以真人 而另一位则是腹黑公子 身攻暴 魂元珠面露凶色 回一会儿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妖怪 他抬手一拳 害以真人就被打飞出去 身攻暴剑撞 拿出闪电五连鞭 与妖怪缠斗起来 可没过一会儿 也同样被妖怪打飞 哎呀一个混账玩 三更回我英俊的容颜 怕以真人摆出架势 精准接住了妖怪的拳头 然后说了一声口哨 换出浮沉 把妖怪的拳头牢牢的缠在一起 紧接着 他提出了一个很过分的要求 妖怪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无理的要求 为了满足他 妖怪又变出了几双手 看到这一幕 他以真人直接懵逼了 妖怪悠闲地教育着他 现在还操控理了你自己的秀发 可是下一秒 一个炼丹炉从前而降 直接扣住了妖怪 原来是原始天堂施法 把妖怪装进了炼丹炉里 并把它炼成了两颗珠子 一颗是拥有心气的灵珠 而另一颗则是邪恶的魔丸 天堂降下天节奏 准备在三年后 尽天雷摧毁魔丸 天堂将两个珠子放进了宝帘 然后交给了太义真人 让他把仙气灵珠交给李静 投台成他的第三个儿子 完成任务 便赴上他十二金鲜的神位 见师父如此偏惨师兄 师兄貌心里很不爽 但他表面却不敢有任何怨言 另一边 怀孕三年的殷师娘 始终没能生下儿子 为了顺利产子 李静每天都带着老婆 到寺庙烧香拜佛 祈求早日生下儿子 再生不出来 没想到这一砸 竟然砸出个神仙 而今天刚好是阴神江的产气 太义真人算好时间 准备开启宝帘 可就在这时 管家突然闯了进来 他抱着酒坛 放到了仙人身边 太义真人虽然表面拒绝 可能管家走后 他抱起酒坛 直接一口喝完 结果下一秒 便醉晕了过去 没过多久 李静来到法场 正好看到管家 掺服着喝醉的太义真人 听到老婆有事 李静也顾不得许多 直接一套组合拳 打带了太义真人的肚子上 就这样 他把酒吐了出来 太义真人一脸严肃的 看着宝帘 但始终没有出手 他连续试了几次 都没打开宝帘 觉得这时 他把手掌按了下去 宝帘竟然自动打开了 原来宝帘有指纹功能 觉得他即将拿出灵珠时 管家转移了他的注意力 这时 李静抓住了管家 太义真人发现 管家的背上有傀儡服 就在几人争这时 先生婆拿走了灵珠 他也被傀儡服控制了 紧接着 先生婆把魔丸 放在了轮盘上 李静想要阻止 但已经来不及了 符文飘向空中 全部钻念了 他老婆的肚子里 这样的孩子 你绝对没有见过 刚一出生 就把家里搞得鸡犬不宁 他全身冒着火焰 紧接着 就长出了手和脚 他发射出火焰 摧毁着周围的仪器 觉得这时 太义真人拿出乾坤圈 念出一串咒语后 乾坤圈困住了哪吒 无论他怎么撞 都无法逃出来 紧接着 乾坤圈收缩起来 套在了哪吒脖子上 太义真人想要除掉哪吒 却被李静挡住 而就在这时 哪吒突然暴怒 把两人震飞 太义真人再次上前 想要除掉哪吒 不及时刻 殷妇人冲了出来 随便认为哪吒就是个妖怪 他们希望李静夫妇 大义灭亲 这时 李静站了起来 此时 太义真人也说出了实情 即使现在留他一命 他也活不过三年 因为原始天尊 在母案上施下了天节咒 听到这个消息 母亲差点晕了过去 转眼一年过去 哪吒已经长大成人 但他破坏力惊人 李静只能把他关在了家里 就在这天 母亲担心哪吒无聊 便提议跟哪吒踢卷子 视频面见状 纷纷露出惊恐的表情 来了 哪吒维稳接住卷子 甚至还挽起了花活 可就在这时 视频建议他把铠甲穿上 可是下一秒 没过多久 母亲就踢得满头大汗 可他看到儿子这么开心 所有的疲惫 全都烟消云散 这时 视频着急地跑了进来 原来是有妖怪出没 让夫人前去支援 哪吒见状 瞬间变得不开心 母亲想要安慰哪吒 但他根本不买账 摔开母亲的手 又独自跳上了围墙 趁母亲离开 哪吒跑到眉口 挑拨两只结界兽 趁他们扭打在一起 哪吒轻松地走出了结界 哪吒到底有多可怕 光是听到他的声音 就能把所有人搞得鸡犬不宁 另一边 一群孩子正在商量 怎么收拾哪吒 正在他们商量对策时 一个小弟冲了进来 说他布置了陷阱 只要哪吒走到木桥 就会掉下去 然后触发机关 听到这个计划 老大高兴坏了 可接着这时 另一个小伙伴 却想到了一个漏洞 要怎么让哪吒走上木桥呢 就算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时 那个小弟突然取下了面具 原来他就是哪吒 小孩们被瞬间吓跑 结果一表心 触发了机关 就这样 他们把所有的机关 全部尝试了一遍 小孩气急败坏 他骂哪吒是妖怪 听到有人骂他 哪吒一气之下 一脚踢向石头 不及时刻 一缕浮尘救下了他们 原来 这才也正人及时赶到 回到家后 李婷把他关在房里 并把结界的范围 虽然到了他的房间 但那小小的结界 又怎能困住哪吒 他在家里闲逛 无意间 发现了一幅水墨画 他拿手轻轻一碰 竟然被画给吸了进去 不一会儿 他便来到了一处仙境 而太义真人 早已在这里等候多时 他拿出一只毛笔 然后在树上轻轻一画 好处瞬间变成一只木船 于是太义真人带着哪吒 体验了一次奇幻漂流 原来 太义真人想受他为徒 可哪吒根本不感兴趣 甚至直接无视了他 没办法 他念出咒语 直接把一堆小草 变成了烤乳猪 看到这一幕 哪吒顿时来了兴趣 于是 太义真人趁热打铁 将口诀交给哪吒 让他自己练习 随后便在一旁 打起了瞌睡 不是过了多久 因夫人来看儿子 但哪吒却不见踪影 突然 他们在水里看见哪吒 太义真人见状 连忙跳了下去 把哪吒抱了起来 然后给他 做起了人工呼吸 哪吒的肚子越吹越大 最后竟然直接炸开 这居然是哪吒的恶道剧 他的变幻之术 竟然骗过了太义真人 就在这时 哪吒打开了他的百宝袋 发现了一把火箭枪 他未见触摸到机关 瞬间点燃了太义真人的裤子 幸好李静及时赶到 这才扑灭了火焰 这时 母亲让他被太义真人为师 只要学会法术 就能斩妖除魔 可那些催眠 把哪吒当成妖怪 他又怎么可能 去帮崔明斩妖除魔 父亲无赖之下 只好哄骗哪吒 说他是灵珠转世 灵珠转世 所以你天生神力 别人才把你当义类 在父母的哄骗下 哪吒最终相信了 自己就是灵珠转世 全副武装的哪吒 到底有多厉害 只需要一枪 就能毁天灭地 修炼两年的哪吒 已经变得非常强大 但他在演练时 不仅摧毁了房屋 他伤到了不少催眠 为了让哪吒静心修炼 父亲收抖了他的武器 让他跟师父休息打坐 可哪吒一起想要出去 根本静不下心 于是他偷抖师父的毛笔 自己跑了出去 看到是一个小屁孩 哪吒露出了不屑的表情 结果下一秒 哪吒直接把他撞到在地 然后又是一脚 把他踹飞出去 哪吒被打怕了 他变成一滩水 想要逃走 但哪吒怎么可能 让他轻易逃走 于是在后面紧追不舍 哪吒在逃跑中 抓走了一个小女孩 哪吒想用火攻 又害怕伤到女孩 没办法 之后紧紧跟在后面 就当他得意时 海面开始急速冰冻 牛怪一屁股 直接坐在了冰面上 就在这时 一个神秘人缓缓落地 神秘人三圈两脚 就打倒了妖怪 就在他要解决妖怪时 突然一颗冰块砸了过来 女孩掉到了哪吒手里 可是没想到 哪吒竟然把女孩 送给了妖怪 哪吒直接撞了上去 再补上一脚飞梯 把神秘人踹了出去 就在这时 神秘人站了起来 哪吒不服 与神秘人再次打斗起来 哪吒趁他不入意 直接掀开了他的斗篷 原来他就是龙王之子 敖饼 听两人打斗时 妖怪吐出了泡泡 哪吒好奇地碰了一下 结果下一秒 手掌瞬间被石化 原来 妖怪吐出的泡泡 只要被碰到 就会被石化 此时的两人 已经被泡泡包围起来 而就在这时 妖怪当着他们的面 把小女孩吞进了肚子里 看到这一幕 敖饼怒了 他灵活躲过所有气泡 然后直接一拳 打在了妖怪的肚子上 下一秒 妖怪就把女孩吐了出来 但女孩已经石化 就连敖饼的身体 也变成了石头 哪吒见状 用石化的手 打破所有气泡 妖怪见状 再次吐出气泡 可哪吒却抓起敖饼 把它当做盾牌 用完之后 又把敖饼扔了出去 哪吒将解药 涂抹在敖饼身上 没过多久 他们的身体就恢复了正常 为了感谢哪吒救命之恩 敖饼送他一个海螺 只要吹响海螺 敖饼就会出现 说完 敖饼就离开了海边 等村民赶到时 就只看到哪吒和小女孩 他们以为 是哪吒绑走了女孩 于是纷纷指责哪吒 还要把她关起来 就在这时 李静夫妇赶到 为了安抚村民 他们只好把哪吒 关在家里 今天是哪吒的生日 可他就一点也不高兴 就在刚刚 星空报时来告诉哪吒 他不是灵珠 而是魔丸 得知真相的哪吒 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他也真正把 红天灵和火箭枪 送给他当生日礼物 还把自己的座棋 也送给了哪吒 哪吒身手碰了一下 大白猪瞬间 变成了风火轮 此时 哪吒的眼睛 已经含满了泪水 父亲安慰着娘俩 并送给哪吒一个平安符 他告诉哪吒 结果的路还很长 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 紧接着 哪吒念出咒语 乾坤圈解除了封印 哪吒彻底失去意识 与父亲打斗起来 他也真正控制浮沉 绑住了哪吒 但解除封印的哪吒 法力大增 他也真正根本不是对手 李静被打到空中 哪吒用红天灵把他捆住 他朝父亲扔出火箭枪 一个神秘力量 打下了致命一击 原来是敖饼阻止了哪吒 他救下了李静 红天灵化作碎片 又回到了哪吒身边 两人激烈地打斗起来 敖饼动住了虎尖枪 并扔出乾坤圈 让太阳这人封住魔丸 哪吒想跑 但已经来不及了 乾坤圈困住了哪吒 随后便呆在了他的脖子上 此时的哪吒 也终于恢复了理智 为了不再伤害家人 他踩着疯狂轮 从也不回地离开了家 解除危机的敖饼想要离开 却一不要心 被李静扯下了斗篷 大家看到敖饼头上的脚 纷纷议论他是妖怪 太阳这人也看到了 他额头上的灵珠印记 顿时恍然大悟 原来他居然是灵珠转世 就在这时 神功爆战了出来 他恐惑敖饼 只要消灭所有人 盗窃灵珠的事 就不会被天庭知道 于是敖饼使出神力 将所有海水 淋在陈塘关上空 他要毁灭这里的一切 你绝对想不到 一位父亲 为了拯救儿子 能做出什么样的事 原来在李静得知 哪吒只有三年寿命时 他就赶往虚空之眉 请求天吨解除天节咒 但天吨正在闭关 不知何时才能出来 无奈之下 李静无功而返 就在这时 长生云告诉他 还有其他办法 他拿出幻灵符 只要在天雷来的时候 把幻灵符放在血清身上 天雷就会转移给另一个人 为了救哪吒 李静跪在了太义真人面前 哪吒终于知道 原来父亲一直在保护自己 父亲送过他的平安符 正是幻灵符 另一边 敖兵正在施法 想要摧毁陈塘关 李静夫妇想要阻止 却被冻成了冰块 危机时刻 哪吒回来了 他替父母解除了冰冻 此时的哪吒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师父告诉他 是深宫暴偷了灵珠 让他投胎成了敖兵 为了不让天真知道 他们要杀了陈塘关的所有人 为了救下父母与催民 哪吒加入了战斗 两方师徒开始打斗起来 他也认真拿出山河图 把他们收了进去 可是没想到 深宫暴绑了他的脚 把他一起带了进去 他也认真拿出毛笔 想要画出口 却被深宫暴阻止 于是 两边再次争斗起来 最终 四人被冻成了一颗球 能达用脚捡到了笔 他随便一挥 地面又出现裂痕 他们直接掉了下去 此时画外的人 直接看傻了 危机时刻 能达终于画出了出口 几人也回到了现实世界 熬柄飘飘向空中 画成一条巨龙 将冰面踩了下去 颜看全堂官危在旦夕 能达念起咒语 能达释放出 一半的魔玩能量 然后冲向天空的冰墙 拼命地往上顶 敖柄健壮 使劲往下一压 能达使出全身力气 变出了三头六臂 硬生生把冰墙顶了回去 然后引出三位真火 冰墙瞬间被瓦解 敖柄想要逃跑 却被回天灵给捆住 一团火焰冲了过去 但能达并没有伤害他 能达回到了地面 而就在这时 天空发生了异变 天雷咒很快就要来临 能达回来后 居然将父母绑了起来 能达将冠命服四岁 烧成了灰烬 他已经做好了 复死的准备 离别前 能达跪在父母面前 感谢他们三年的 养育之恩 紧接着 能达就被吸到了天上 天雷狠狠地 披在他的身上 突然 一道光影闪过 敖柄也钻进了天雷里 人人的手握在一起 他们体内的魔王和灵珠 竟然产生了反应 将天雷的能量 全部吸了进去 然后又把天雷 给顶了回去 远古能量发生碰撞 直接在空中炸开 不晓得加上我 顶不顶得住 他一阵人飞向空中 将宝莲打开 然后把两人装了进去 一阵白光过后 一切都恢复了平静 父母在废墟里 寻找着哪吒 这时 母亲找到了七色宝莲 宝莲缓缓打开 竟然出现了 哪吒和敖柄的魂魄 原来天雷毁掉了 他们的肉身 但宝莲护住了魂魄 最终 哪吒保住了陈塘关 而百姓们也认可了哪吒 话说敖柄 为什么要毁掉陈塘关 又为什么要与哪吒共进退 这个故事 还要从东海龙宫说起 这样的龙宫 你绝对没有见过 不仅没有水 而且到处是岩浆 千百年来 龙族被安排在 海底的最深处 否则看守世间的妖怪 但他们也渴望成仙 为了寄生仙界 龙王让深光暴突然灵珠 紧接着 他吐出一枚龙弹 下一秒 灵珠瞬间把龙弹包裹 转眼三年过去 敖柄已经长大 第一次出怀 就碰到了哪吒 他们不打不相识 竟然还变成了 彼此唯一的好朋友 但师父却告诉他 哪吒就是魔丸 天节来临时 魔丸会大开杀戒 到那时 只要杀了哪吒 就能为天庭立功 挤身天剑 龙族能否脱离海底炼狱 就靠敖柄了 但心存善念的敖柄 根本不相信 哪吒会变成大魔头 可负命难为 他也只好答应下来 就在他们出发前 龙王拔下自己的龙铃 紧接着 所有龙族也拔下龙铃 为敖柄做了万龙奖 敖柄身批万龙奖 再加上灵珠转世 可最终 还是没能改变龙族的命运 还被哪吒 还可以教训了一顿 我是妖族 出生的一刻 命就定了 放屁 说命运不公 就和他斗到底 自己想做什么样的人 根本不用在意别人的看法 我是云上 我们下期再见 他曾是赤上三界的 齐天大圣 十万天天将 被他打得丢盔气甲 可是如今 却被一个小小妖王 踩在了脚下 曾经的齐天大圣 为何会变得如此弱小 原来在五百年前 他大闹天宫 最终被如来 镇压在五指山下 虽然现在破风而出 但一身的法力 却依旧被封印着 如来老二 俺被你困了五百年 还不够 齐天大圣 这个小和尚 就是救出大圣的人 他叫江流尔 原来在这几百年里 妖魔鬼怪横行人间 江流尔的母亲 为了保护他 跳下了山崖 而江流尔 却大赖不死 被一个老和尚收养 从此 两人相依为命 而江流尔的童年 一直听着 齐天大圣的故事 他常常幻想着 自己也能成为 盖世英雄 赶走那些妖魔 师父让他打坐 念经参禅 可江流尔 却并不感兴趣 江流尔想学好 拳脚打山腰 可等待他的 却是当头一棒 师父告诫他 出扎之人 要普度众生 从小事做起 虽然师父说的 头头是道 可江流尔却不赞同 他想成为齐天大圣 打跑所有的妖怪 不知道你们 喜欢齐天大圣吗 喜欢的扣一 不喜欢的扣二 觉得这时 山腰大举进攻 所够之处 竟是一片狼藉 他们的目的是 要抓童男童女 给妖王炼丹 还是孩子的江流尔 居然从山腰手中 救下了一个小女孩 看到山腰紧追不时 江流尔只能拼命逃跑 这也让他和师父走散了 在山腰的追赶下 江流尔荒目择路 跑进了一个山洞里 结果一表心 解开了如来的封印 放出了齐天大圣 你真的是齐天大圣吗 是又怎么样 江流尔不敢相信 于是在他身后 紧紧的跟着 大圣 大圣 你的金箍棒呢 你这小笔儿 这些咱俩干嘛一路 好厉害 大圣要崩溃了 他想甩掉这个小屁孩 结果却发现 无论跑到哪里 都能被他找到 可就在这时 一阵低洞山摇 看守其他大圣的山神 找了过来 仗着大圣法力被封印 居然开始嘲讽 可是没想到 大圣居然不要面子 直接沙子里开溜了 结果下一秒 山神纵身一跃 直接堵住了大圣的去路 如果是以前 他一个指头就能干掉山神 可现在法力被封 只能不断躲闪 就在这时 大圣发现了山神背后的符咒 只要接下来 就能打败对方 可山神根本不给他机会 危机时刻 江流二决定帮助大圣 他偷偷跑到山神背后 接下了符咒 就这样 江流二救下了大圣 而大圣也决定帮助江流二 送他们回家 可在途中 却遇到一个偷鱼吃的胖和尚 大家知道他是谁吗 没错 他就是猪八戒 看到自己的鱼被偷吃 江流二上前阻止 堂堂七天大圣 居然被一头肥猪嘲笑 而且还想教训他 结果下一秒 大圣就让他想起了曾经的记忆 原来在500年前 大圣就是用了这一招 把他打到了凡间 就这样 八戒也跟着他们一起上路 而江流二到现在还不敢相信 传说中的天鹏元帅 居然变成了猪腰 到了晚上 他们看到一家客栈 准备借宿一宿 老板娘第一次尝试不穿内衣 居然是为了照顾 怀孕三天的男朋友 而就要他们准备睡觉的时候 一只猪腰闯了进来 然后直接跑进厨房 在老板娘怀孕的男友头上 拉了个奥利给 与猪腰一起纪念的 还有个背着小女孩的小和尚 和一只猴子 其实 老板娘和她的男友都不是人 而是妖王的手下 他们的目的 就是为了偷赌这个小女孩 大声火眼金睛 虽然看出他们都是妖怪 可也没有多说 而是让江流二赶紧睡觉 可此时的猪八戒 却有点饿了 于是想去厨房找点吃的 结果一表心 撞晕了想偷取她的店小二 就在这时 老板娘听到声音 直接看没进来 为了不被发现 八戒只能变成了店小二的样子 可是没想到 这也让她发现 老板娘居然是个妖怪变的 看到对方居然这么恶心 八戒有点受不了 为了不暴露 她转身想走 却被拦了下来 结果下一秒 她再也忍不住 变回了原形 危机时刻 一只脚把她踢飞出去 原来是大圣 可就在这时 又出现一群山腰 他们的目标 就是那个小女孩 被封印法力的大圣 双拳难敌四手 也只能且战且退 他们跑到河边 想撑坐小船离开 可那小妖怪 却紧追不死 虽然大圣法力被封 却依旧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可就在这时 一股强大的妖力袭来 原来是妖王 她抓住了小女孩 并把她手中的齐天大圣玩偶 直接扔进了湖里 看到有人侮辱自己的偶像 将六二一口咬在了她的腿上 结果又被打飞出去 危机时刻 大圣抄起一群竹竿 直接冲了上去 可没了法力的大圣 双双不是她的对手 曾经大闹天空的大圣 居然被这个小小妖王 踩在了脚下 你也有今天 不知为何 妖王并没有杀掉他们 而是带着小女孩 回到了岸上 等大圣他们再次醒来的时候 已经被河水冲到了岸边 将六二恳求大圣 去救小女孩 可没有了法力的大圣 已经失去了勇气 大圣 大圣 我都错了 我管不了 被打败的大圣 觉得自己救不了任何人 我尽救她 小师傅 信仰的崩塌 对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 是难以接受的事情 将六二哭得很伤心 而就在这时 她遇到了两只山腰 于是便跟着他们 来到了妖王的洞府 而此时的妖王 正只能用童谈童女 练至仙丹 可是最终 将六二还是被发现了 危机时刻 山腰直接挨了一棍子 原来是师傅来了 她一直在寻找将六二 你没事吧 师傅 师傅两人刚相聚 就直接掉了下去 结果误打误撞 找到了被抓走的 童男童女 并且破坏了妖王的丹炉 妖王怒了 直接吹动法力 瞬间来到了将六二面前 有人叫她起天大圣 有人叫她孙悟空 也有人叫她斗战圣佛 可是现在 她被踩在脚下 被人叫做死猴子 为了洗刷耻辱 大圣一声怒吼 她要打破如然的封印 恢复法力 可无论怎么挣扎 都打不开 就在这时 耳边响起了将六二的声音 在将六二的信中 起天大圣是最厉害的 可她就因为失去法力 躲在这里 曾经的她 身如玄铁 火眼金睛 长生不老 还会期视而变 他的一生 无论遇到多么强大的敌人 都没有退缩过 可是现在 却被一个小小妖王羞辱 即使没有了法力 那又如何 她依旧还是起天大圣 而另一边 妖王准备杀了江流尔 不及时刻 一条神龙出现 击飞了妖王 就在这时 突然出现迷雾 一道身影 从里面走落出来 是大圣 妖怪 你太想大事了 结果下一秒 却被妖王打毁了原形 大圣发起攻击 却被妖王一掌挡下 没有法力的大圣 根本不是妖王的对手 可无论被打倒多少次 他都会站起来 保护这些孩子 不要靠近 大圣 妖王飞跃而起 直接来到了大圣身后 紧接着 施斩法力 再次打飞了大圣 看到怎么都打不死对方 妖王怒了 可当妖王再次走向孩子们的时候 一只手紧紧抓住了他的腿 大圣挥起一拳 直接把妖王打落悬崖 可是没想到 妖王没有死 而是献出了真身 随着天狗时日 他法力倍增 看到这个巨型妖兽 大家吓得撒腿就跑 妖兽在后面紧追不死 为了保护他们 大圣冲入过去 结果就中了妖兽的全力一击 身受重伤的大圣 被钉在了墙壁上 生死不知 看到这一幕 江流二冲了过去 他要保护大圣 为了引开妖兽 他以身为耳 只为让大圣 获得一线生机 可一见凡人 岂能对抗妖兽 此时的大圣 拼命冲向江流二 想要救下他 可是最后 还是慢了一步 大圣再次站起 是在一片废墟中 找到了江流二的布偶 他拼了命的掀开石头 只会找到江流二 终于 他找到了那双小鼠 可已经为时已晚 大圣悲痛欲绝 一声怒吼之后 大圣买起玩偶 放在了江流二的手中 还要为他报仇 于是站起身 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去 如来的封印 也在他不虚的意志下 被打破了 曾经的起贷大圣 回来了 只见他容颜为假 归艳称袍 此时的大圣 火眼金睛 他从耳朵里 拿出了如意金箍棒 看着不知死活的妖兽 他轻轻一挥 去年天崩地裂 妖兽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电影最后 妖兽被灭 这些孩子终于获救了 我相信 每个人心中 都住着一位齐天大圣 你绝对显摸到 在我们生活的土地之下 居然还有另一个世界 这就是古代帝王妹 创造出来的兵马俑 千百年来 无数多兵马俑 一直助力在这里 这里有玉器一样的教夫 还有满嘴敬押的鼠老板 而这里最多的 就是俑 眼前这个小伙 就是我们的主角 蒙远 他是一名杂役 是军营里 最低等的俑 平时 他只能做一些 鸡毛蒜皮的小事 可身边背背的他 却有一个大大的梦想 那就是当一名瑞士 金阁铁马 战场杀敌 保卫自己的国家 你是个杂役 注定拿不了剑 就在这时 城墙上响起了号角声 原来 是帝王们又来攻城了 千百年来 兵马俑们 一直与帝王对抗 蒙远显在战场上立功 从而进城城瑞士 可他身体弱小 一阵风 就把他吹下了悬崖 幸好掉到了帝王身上 这才保住了小命 可他在战场上 不仅帮不上忙 还打乱了战场 突然 一只帝王扑向着他 幸好大家军及时出现 替蒙远解了围 大家军带成手下 把帝王们打得结结败退 最终 帝王们被打得落魂而逃 而蒙远 因为扰乱战场 被长官狠狠地教训 朋友们劝蒙远 不要再痴心妄想 老老实实做个杂役 但他却不甘心 他想成为 像大家军那样的勇 没想到这番话 正好被一旁的士兵听见 他们嘲笑蒙远 并且一把抓起了蒙远 觉得这时 一块玉盘掉了出来 觉得这时 大家军走了过来 他告诉蒙远 如果能抓回帝王 就破格提升他 成为瑞士 蒙远脑子一热 便答应了下来 他独特来到城外 银心的气氛 让他不敢有丝毫代谢 突然 他在一颗石头上 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抓痕 而这帝王 正好背对着他 他拿出画像 开始对比 眼前这只巨兽 居然是一只长相丑陋 性格残暴的帝王 为了抓住他 蒙远布下陷阱 用魔物引诱地侯 一步步走过来 眼看地侯就要掉进陷阱 突然 原方上来一只利剑 一个戴着面具的神秘人 站在一颗巨石上 地侯怒了 飞快地冲了过去 直接撞碎了巨石 神秘人拿出长剑 与地侯打斗在一起 没想到 神秘人没过两招 就被地侯按在了地上 蒙远直接冲上去 随后 两人掉进陷阱 被甩飞了出去 蒙远无意间 掉进了一个金色的结界 突然 他通空而起 一股神秘的力量 将他拉了过去 这里的石碑 记录了所有历史的发生 九尾大手一挥 净化出无数的城池 就这样 他带着蒙远 见识了几千年的历史 在一块石碑上 蒙远发现了地侯 九尾告诉他 地侯是上古灵兽 并且他们从不伤人 可就在不久前 地侯守护着乾坤石被盗 所以他们才会变得暴躁 不断攻击秦阳城 九尾告诉他 严前这只地侯 名为昆仑 蒙远想知道 昆仑就为大手一挥 把蒙远送了出去 觉得这时 一把利剑刺了过来 他和反应及时 蒙远躲过了这一剑 原来是那个神秘人 他也是来抓昆仑的 蒙远一路敌敌不休 非常好奇他的身份 但神秘人却不想理他 这时蒙远趁他不注意 一把抓住了他的笛子 小玉教训了一下蒙远 在大耳朵带人下 两人来到一家客栈 可刚到没口 他们就听到了求救声 虐待小动物 是犯法的 你们全家都是小动物 突然 蜡烛全部熄灭 大没自动关闭 一群带着面具的小妖 全部醒了过来 紧接着 一只青铜兽发出怒吼 耳朵胖的巨蛇 也死死地盯着他们 没想到大餐 自己送上门来 看到这一幕 两人一脸懵逼 这时 青铜羊告诉他们 这盗者要拿勇炼丹 他们以前那些失踪的勇 就是背着腰道 给炼成了丹药 盗者拿出一颗金丹 放进了嘴里 下一秒 他脸上的裂痕 竟然恢复如初 紧接着 弹龙飞速地奔向他们 小玉一跃而起 轻松躲过攻击 巨蛇想要偷袭小玉 但下一秒 他就被切成了碎片 可没过一会儿 碎片重新组合 青铜蛇又活了过来 可接着他们即将逃离时 突然一把利剑 打碎了小玉的面具 还没等他缓过神 就怪没再次攻击小玉 不然 巨蛇再次冲向他们 小玉拿起强剑 直接刺中了他的眼睛 小玉冲向丹炉 直接将他拦摇斩断 没想到 丹炉竟然鬼向道士 将他吞了进去 一会儿丹炉发生了爆炸 猛烟见状 直接挡在了小玉面前 最终 两人打败了道士 青铜蛇找到出口 但他们逃出了客栈 你绝对想不到 眼前这只青铜蛇 竟然是一只上古神兵 他头上散发出金光 用尽全身力气变身 为了寻找昆仑 一星人叹向了旅途 他们一路追及昆仑 却无畏间 闯进了熬龙的领地 就在这时 大地发生震动 熬龙破土而出 两人站在原地 屏住了呼吸 可就在这时 青铜蛇就发出了声音 熬龙紧紧跟在后面 眼看就要被一口吃掉 危机时刻 困难一头撞向熬龙 就在让他们躲过一击 他们一路逃跑 却无畏间 被逼到了一处岩洞 熬龙以表心 掉进了岩浆里 可就在最后一刻 熬龙伸出舌头 抓住了蒙远 就在这时 青铜蛇想要变成上古神兵 救下蒙远 危机时刻 小玉直接跳了下去 一剑斩断了舌头 但他一表心 占到了熬龙的毒液 虽然他们摆脱了危机 但小玉感觉全身无力 直接晕了过去 蒙远背着小玉 在岩洞里寻找出口 眼看河水越来越高 蒙远四处寻找 能够装下他们的东西 没过多久 他找到一个贝壳 把贝壳当成了船 顺着水流一路向前 可还没走多远 就撞上了一块石头 突然 一股强烈的暗流 将他们卷了进去 眼看就要撞到尖石 蒙远一个转身 然后用力一推 把他推了出去 当小玉再次醒来 竟然已经到了城里 而蒙远也毫发无伤 原来 当时在水里 是昆仑救了他们 还把他们带回了青阳城 蒙远很好奇 小玉为什么要抓昆仑 小玉来自另一座永城 但他和其他永不一样 他的生命 只有短短的几十年 为了寻找家人 爷爷带着他 走遍了各个永城 他们来到了青阳城 但爷爷以不了心 掉下了悬崖 小玉抬头一看 竟然看到了昆仑 认为是他 害死了爷爷 你绝对想不到 这么可爱的动物 竟然是性格残暴的地猴 他冲进城里 肆意破坏着一切 几个视频想要抓住他 但根本不是对手 就在这时 小玉和蒙远及时赶到 他们瞬间打坐在一起 蒙远见状 扔手酒团砸向昆仑 酒水伸进眼睛 让昆仑暂时失明 昆仑闭上眼睛 在街道上横冲直撞 但他以表心 被绳子困了起来 蒙远见状 看到了几根绳子 一个锯顶掉了下来 正好杂中了昆仑 小玉想要杀死他 替爷爷报仇 几个视频冲了出来 想要抢走蒙远的功劳 蒙远不服 与他们打斗起来 就在这时 一个视频的话 让小玉心头一紧 原来 他们之前在抓捕昆仑时 遇到了小玉的爷爷 正好网住了老人 紧接着 发射出一支爆裂箭 把老人炸飞出去 最终掉下了悬崖 原来害死爷爷的凶手 竟然是这几个小兵 小玉像发疯一样 疯狂地刺向他们 觉得这时 大将军及时赶到 制服了小玉 小玉想让将军替他做主 让他们受到惩罚 可万万没想到 将军竟然包庇手下 并没有处罚小兵 小玉怒了 想要亲手解决仇人 将军再次打下了攻击 还把小玉打飞出去 小玉想要再次进攻 却遭到了蒙远的阻拦 这一刻 他彻底心灰意冷 最终将军念在 他们抓捕有功 没有为难小玉 而蒙远则被特封为瑞士 小玉伤心一绝 一剑划开地面 与蒙远彻底决裂 蒙远之余实现了梦想 成了一名瑞士 虽然享受着欢呼和荣耀 但他却开心不起来 救命N人成了代代高扬 现在的女孩也离他而去 而他从前的朋友 也对他敬而远之 现在他成了一名孤家寡人 这群地火疯了 全都不要命的 用头撞向城墙 为会儿 他们就撞开了城墙 而另一边 在城内的地牢里 昆仑感受到了同伴 开始拼命的挣扎 就在这时 蒙远走了进来 他吃走士兵 想要放弄昆仑 突然 昆仑一口咬住了他 但就并没有用力 如果你要伤害我 我早就没命了 蒙远一键斩断铁链 替昆仑解开束缚 紧接着 把他放在背上 直接冲出了地牢 昆仑一路狂奈 带着蒙远 来到了一处秘密基地 眼前的池子里 漂浮了一颗神石 这是属于地口的乾坤石 他终于明白 地口我们为什么要攻城 他取悦了披风 将乾坤石包裹起来 就在这时 大将军出现 他让蒙远交出神石 此时的蒙远 终于知道了真相 将军见事情败露 便要杀了蒙远 无极时刻 小玉及时出现 挡下了致命一击 在昆仑的帮助下 他们打败了大将军 可大将军紧追不舍 紧紧地跟在他们后面 无数的士兵 将他们团团围住 蒙远丝毫不慌 他拿出神石 向大家说出了真相 是大将军偷走神石 这才引来无数地口攻城 士兵们纷纷议论 开始质疑大将军 就在这时 攻城的地口冲了进来 将军趁机发好施令 让士兵们抵抗地口 而他则趁乱攻击蒙远 蒙远在逃跑中 未接摸到了神石 将军趁机偷袭蒙远 将神石抢了回来 紧接着 他直接将神石 踏进了自己胸口 下一秒 他竟然变成了一个怪物 蒙远见状 驱动上前打斗起来 但他们终究不是对手 神石的力量 将他们震飞了出去 原来将军曾经 也是一名小兵 他偶然间触目到神石 感受到了强大的力量 为了变强 他偷走了神石 这才引来地口没攻城 而如今他拥有了一切 却被蒙远揭穿 小玉将要偷袭将军 可没想到 竟然被将军一箭反杀 这时 无数的士兵飞飞上前 想要打倒将军 但他那根本不是对手 将军发动神力 将秦阳城搞得山崩地裂 看着现在的女孩 掉入神院 蒙远彻底怒了 这时 一道金光冲向蒙远 将他手上的身体 全部修复了回来 耳旁的青铜一羊 也感受到神秘的力量 竟然直接变成一把宝剑 蒙远一跃而起 直接击退了将军 最终蒙远四向将军兵胸口 接受了蒙远和神石 所有的士兵和蒂猴 全部振臂高呼 庆祝胜利的时刻 最终蒂猴妹拿回了神石 继续繁衍生息 电影也至此结束 我是云上 我们下一期再见 女孩第一次尝试不穿内衣 来照顾怀孕三个月的男朋友 可一个男人 为什么会怀孕呢 这件事还要从头说起 她叫朗明 从小就双目失明 小孩妹不仅叫她瞎仔 还经常欺负她 就在这天 小孩妹在野外放鞭炮 朗明虽然眼睛看不见 但出色的听力 让她意识到了危险 她奋目顾身 抓住了鞭炮 结果下一秒 强大的后座力 把朗明带上了天 随后鞭炮在空中炸开 朗明的手被鞭炮炸伤 留下了伤疤 父亲安慰她 这个不是普通的伤疤 而是传说中的侠岚印 相传 拥有侠岚印者 就是拯救世界的英雄 上古时期 四大凶兽维护人间 威练之际 一群上古侠岚挺身而出 利用风宇宙 才将异兽的元神封印起来 父亲为了安慰朗明 说这块疤痕 就是侠岚印 等她长大以后 就能拯救世界 成为大英雄 虽然朗明是瞎子 但她不是傻子 自己双目失明 怎么可能是英雄 但父亲却告诉她 眼睛只能看到表面 真正的世界 要用心去感受 父亲竟然将小朗明 绑在风筝上 让她感受风的力量 就连风筝断了 父亲也不忘提醒 又感受成婚而去的感觉 母亲见状 立马展示了风的力量 元面平静的生活 却因父亲的离开 彻底发生了改变 老明长大后 利用出色的口才 把一些盗版书 当成武功秘笈 卖给这些小朋友 而她最畅销的 就是印着侠岚印的侠岚印章 由侠岚祖部九龟灵 官方授权 石雕将人1比1 手工打造严选的花葬烟体 精酒耐用 即日清朗出了 需要十万钱 拿出十万钱就有了侠岚印 拿出十万钱就可以 请求你们失败的人 像谁呀 虽然每次他都能忽悠到小朋友的钱 可倒霉的时候 就会遭到山炮棒的骚扰 见明朗不服 老大拿出一颗鞭炮 直接塞进了她的嘴里 这操作把小弟们都看懵了 小弟们见状 连忙提醒老大 还没有收到保护费 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 老明已经一溜烟 跑得无影无踪 山炮棒见状 连忙追了过去 老明慌目择路 居然跑进了女澡堂 老明被赶了出来 可就在这时 正好碰到山炮棒 老明自知无处可逃 于是大喊一声 她就是美姐 跟老明关系最铁的人 因为她是老明的母亲 见儿子被欺负 美姐拉起儿子就想走 可这样轻易离开 让山炮棒觉得很没面子 没想到 美姐直接给了胖子一巴掌 后面小弟不服气 上前给美姐理论 只要下一秒 也挨了一巴掌 就这样 美姐轻松搞定了山炮棒 这样的母亲 也绝对没有见过 前一秒还希望 儿子能踏实做人 可是下一秒 就带着儿子来到赌场 老明的眼睛先天失明 可他的耳朵却异常灵敏 甚至能听出骰子的点数 老板一看情况不对 居然开始出老千 但依然逃不过老明的耳朵 最终老板说他们出老千 把两人赶了出去 老明埋怨没急 应该见好就收 现在一分钱也没达到 没想到 美姐竟然还藏了一袋钱 到了晚上 两人坐在一起分钱时 美姐便坑起了儿子 我一个 你一个 我一个 美姐 我是侠 可我不容易不傻呀 我这才分道理啊 你那都刺个了吧 是吗 呀 这这这这 只有老千爷知道 体具一个单亲妈妈的心客 美姐被儿子拆穿 只好演起了苦情戏 美姐为什么要这样坑儿子呢 原来 美姐从来没有放弃治疗儿子的眼睛 即便老容易告诉她 老明的眼睛无法治好 但美姐依然坚持给儿子抓药 这已经是你2333次来这儿了 就在这时 老明听到了后山 有一个神秘的声音 于是她拄着拐杖来到了山上 这时 老明感受一个发光物体 正在飞速地转动 她伸手触摸 竟然轻易地拿了下来 紧接着 洞里的亮光全部熄灭 她一脸疑惑地 把玩着手里的陀螺 突然 一个双八尾女孩 出现在洞口 女孩让老明叫出陀螺 可机制的老明 竟同女孩做起了交易 女孩见状 正好硬抢 就在两天打斗时 山东开始晃动起来 女孩一个飞踢 把陀螺踢了出去 老明想伸手去抓 却扑了个空 关键时刻 她一口咬住陀螺 结果一不咬心 直接咽了下去 就在这时 大地发生了断裂 老明脚下一滑 直接掉了下去 当她再次醒来时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现前市民的眼睛 竟然恢复了光明 她高兴坏了 兴奋地感受着 这美好的世界 周围的一切 都让她十分好奇 此时 她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 她终于能看见了 老明开心地 在草地里翻滚 却误打误撞 碰见了四位 正在沐浴的美女 可当她没转过头时 老明差点词毁双眼 现在她最想做的 就是赶快回家 让美姐知道 自己重建了光明 可当她回到村庄 街上竟然一个人也没有 男人回到村庄 街上竟空无一人 忽然 一只罗煞出现在她身后 这是谁家大董啊 坐 老明吓得瘫软在地 他终于明白 为什么村里没人了 罗煞发疯似的 紧紧追着老明 他好不容易甩开了罗煞 又遇见山宝邦的三人 他们头顶的南瓜 以为这样就能躲过罗煞 突然 罗煞撞开石墙 再次找到了老明 别盯着我 那边还有三个人 老明想转移罗煞的注意 但罗煞的眼里 仿佛只有老明 他一表心 摔戴了地上 危机时刻 老明拿起烧红的铁棍 戳戴了罗煞头上 就在这时 一群异能少年及时出现 他们使出浑身蟹束 把罗煞困在了原地 在五人的默契配合下 很快就抓住了罗煞 见罗煞被抓 村民被他纷纷走了出来 原来 他们就是薄一方太平的侠岚 老明终于相信了父亲 这世界真的有侠岚 还想看看他们的侠岚印 侠岚打开手掌 老明这才知道 自己手上的 根本不是侠岚印 村民被非分指责老明 说他是有手好钱的骗子 小孩们的信仰 瞬间崩塌 把他卖的侠岚印 全部扔在了老明身上 结果这时 罗煞突然逃跑 侠岚面飞从三人追赶 剩下的两人 则留下来安抚村民 另一边 老明着急的往家跑 可刚到家 老明就懵了 房屋破败不堪 跟他印象中的家 完全不一样 他焦急的呼唤着美姐 却得不到任何回应 我以后再也不让你生气了 我不跟你分钱了 天天帮你听闪的 应该出来好不好 他发疯似的 在他房里寻找母亲 却只找到母亲的钱袋 他现在什么都能看见了 可最想看到的人 却消失不见 这时 身后出现那个说妈为女孩 他说这一切都是罗莎干的 他有办法能找到老明的母亲 但前提是 让老明叫出陀罗 为了找到母亲 老明只好跟着女孩 他上了未知的路 可他们刚走出村子 就被侠岚找到 因为他们察觉到 女孩的体内 有一股邪恶力量 正当他们要查看女孩原神时 女孩突然眼神一变 侠岚一个转身 直接把女孩的原神 被打了出来 可是没想到 女孩体内的原神 直接把两名侠岚打成了重伤 随后 他也倒在了地上 下来让老明抓住女孩 可现在 只有这个女孩 能帮自己找到母亲 于是 他不顾下来的阻止 带走了女孩 可刚一转身 就掉进了一个地洞里 当老明醒来时 已经到了深夜 见女孩昏迷不醒 老明温柔地唤醒女孩 一巴掌下去后 女孩真的醒了过来 但她的身体 竟然以奇怪的姿势 站了起来 原来 是女孩体内的邪恶力量 控制了她的身体 想要杀死老明 去除她肚子里的陀螺 此次的女孩 还有一丝理智 她让老明讲一些快乐的事 这样她的情绪 就能平静下来 可老明的一生 就是个悲剧 给你们想不到快乐的事 从小双目失明 经常被村里的小孩欺负 父亲五岁离开了她 只剩她和母亲相依为命 可现在 连母亲也离开了她 她将自己的故事 往相往方向去讲 就变成了快乐的故事 很快 女孩就在老明身边 沉沉地睡了过去 第二天 两人在山洞里 寻找着出口 他们走到了尽头 发现洞口被一颗巨石挡住了 正当他们束手无策时 老明进去碰了一下石头 没想到洞口竟然轻而易举的 就被老明打开 原来挡住他们的是一尊神像的头 幸好村民们及时逃跑 这才没被砸到 村民们见神像被毁 于是将两人抓了起来 你绝对没有见过 这么奇怪的村子 不仅村民奇怪 就算他们的姓名也非常奇怪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王富贵 是那个村的村长 这位是那个村的帐厂 叫王富贵 我是木匠 王富贵 我是铁匠 我叫王富贵 我是台湾 叫王富贵就行 就在刚刚 老明和双马尾女孩 因为破坏神像 被村民们抓了起来 两人被白光衣服 然后扔进了水池里 村民们要用他们的身体 来祭祀神明 以水作为媒介 哼我歌舞的形式 向神明表达 神像是这两人弄坏的 与村里无关 这样 神明就不会怪罪村民了 即使完毕后 村长也没有为难他们 反而将两人安顿在村里 可第二天 奇怪的事就发生了 老明居然像怀孕一样 大起了肚子 两人不知道为何会这样 于是 他们只能求助村长 一会儿把老明的情况 告诉了村长 老明从通线陀螺开始 他就只进不出 村长表情严肃 然后掐指一算 村长带着两人来到了大暗室 准备向他们讲述陀螺的故事 他洗了洗手 然后戴上手套 无比公正的打开了一部宝典 里面记录了整个村子的历史 15年前 村民王国贵上山采药 却以表心掉进了一个神秘山洞里 村长被一股神秘力量控制 这股力量让他感到饥饿 见什么吃什么 他差点吃掉了同伴 幸好因为英雄出现 他把这股神秘力量 放映在了陀螺里 最后 这名英雄在战斗中 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为了铭记英雄 村民被自发组织 为英雄修建雕像 所以老明怀孕 就是陀螺导致的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尽快生出陀螺 为了照顾老明 女孩扛下了所有脏活累活 老明想吃水果 女孩就去偷别人的红枣 现在还陪老明一起 做产权瑜伽 遇到自己鲜艳的首饰 他也舍不得买 没想到 老明竟然悄悄地 买下了那只手镯 时间一天天过去 和老明的肚子 迟迟没有反应 村长建议泡妇产 我还是想要扛自己 几天时间的相处 让女孩对老明产生了感情 他不愿老明受这份罪 所以 他无法接受村长的建议 突然 老明感觉到了胎洞 两人赶紧跑到厕所 厕所外 女孩焦急地等待 而老明 则在里面与陀螺战斗 半个小时后 老明虚热地爬了出来 他从怀里 拿出了那只手镯 女孩心头一紧 这是他第一次 感受到被人惯爱的感觉 紧接着 老明又拿出了陀螺 女孩在陀螺和手镯间 选择了手镯 然后一脸娇羞地 戴在了手上 突然一声巨响 打破了这份甜蜜 两人赶紧回到村子 村子里安静得可怕 村民也不知去向 觉得这时 一股黑烟缓缓出现 一个男人出现在他们面前 女孩见状 拿走老明的陀螺 交给了男人 随后 男人带着女孩 离开了村子 心意不甘的老明 决定找到女孩 不清楚母亲的下落 他闭上眼睛 仔细感受他们的位置 没过一会儿 老明睡着手镯的身影 找到了女孩 这些怪兽 被称为罗莎 是饕餐的食物 他们原本都是正常人 但为了满足自己的心愿 他们甘愿成为 饕餐的食物 而老明的母亲 就在他们之中 为了让儿子重见光明 美姐变成了罗莎 老明也终于明白 当初追逐自己的罗莎 正是美姐 就在这时 大地发生颤抖 所有罗莎 全部拼命地往外跑 他们仿佛没有意识 纷纷跳进深渊 老明一声怒吼 一时罗莎 竟然停下了脚步 这时罗莎正是美姐 她听到了儿子的呼唤 拼命地往回跑 老明也飞快地 背向母亲 可无数的罗莎 阻挡着美姐的脚步 最终 美姐也掉进了深渊 老明悲痛欲绝 她想追随母亲 却被女孩阻拦了下来 这时 神秘男人再次现身 她将逃退的元神 丢了下去 没过多久 一众下来 杉杉来迟 虽然几人合力 将男人打败 但还是没能阻止 套餐的将士 杉来迟只好回到村庄 去保护村民 趁男人灵力虚弱 女孩想杀掉她 却反被男人控制 将匕首刺向朗明 危机时刻 女孩举起匕首 刺向了自己 她宁愿伤害自己 也不愿意朗明受伤 最终 女孩倒在了朗明的怀里 还没说完最后那句话 女孩就化成了灰烬 消灿在风中 老明悲痛欲绝 虽然淘汰了赐予她光明 但仙人的两个人都不在了 这双眼睛还有什么用 老明站在悬崖边 直接跳下了深渊 如果父亲没有骗她 那她就是侠岚 即便眼睛看不见 即便手中没有侠岚印 她也是拯救世界的英雄 随随老明高速下坠 最后居然散发出了 侠岚的光影 另一边 侠岚面拼尽全力 制造出了一个防护罩 结果却被淘汰一拳 直接击碎 眼看侠岚面飞飞倒下 所有催民都陷入了绝望 他们现在只能等死了 就在淘汰手掌快要落下时 突然半空中 出现一道屏障 挡住了致命一击 居然是朗明 小孩看着手中侠岚印 然后高高举了起来 紧接着所有人都举起了手 把所有的力量都给了朗明 此时的朗明随风而动 灵活躲过了滔铁的攻击 她冲向最高处 手里陀螺飞速运转 另用风宇宙再次将滔铁的原神 封印了起来 这时 无数的罗莎掉了出来 他们纷纷变回了人形 最终 朗明打败了饕餐 成为了真正的大英雄 村子也恢复了往事的平静 而眉睫也变回了人形 母子俩像往常一样 回归了正常的生活 但那个女孩 却成了朗明的一块心病 转眼三个月过去 朗明在街上 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原来是闪跑帮 被一个女孩捆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 朗明赶紧走上前 一把抓住了女孩 女孩摆了摆头 却无畏间碰到了手镯 故事到此结束 整部电影 看似是小人物的逆袭 可实际上 是以爱贯穿主线 享受一个平凡人 只想要平凡的生活 对朗明来说 最开心的 不是打败套餐 成为英雄的时候 而是和父母一起 生活的那段时光 还有跟那个女孩 一起相处的时光 我是云上 我们下期再见 哪吒死了 三千年前 他拳打老龙王 脚踢三太子敖炳 还抽走了他的龙巾 龙王上报天庭 无数天明天将 逼哪吒认错 为了不伤及无辜 哪吒选择拔剑自吻 三千年后 哪吒转世投胎 成了眼前这个鸡翅少年 李云祥 而敖炳摇身一变 成了富家公子哥 掌管着冬款式的水源 在冬款式 富人随手扔的一瓶水 就能让穷人大打出手 就在这天 李云祥见妹妹下班 正好被敖炳看到 他看上了李云祥的摩托车 没想到 李云祥一脚油眉 直接离开了他们的视线 可没过多久 敖炳就追上了他们 李云祥一个神龙百尾 直接撞翻了他们的车 然后把敖炳的汽车 当作跳板 直接飞了过去 而他这样做 激起了敖炳的胜负欲 他带着小弟 在后面紧追不死 李云祥利用过照的车技 轻松甩开了他们 可就在这时 一支冰箭刺中李云祥 摩托车瞬间失去控制 砸到了妹妹的腿 原来是敖炳换出了自己的原神 敖炳一脚踩在李云祥头上 这时 李云祥感觉身体在觉醒 他全身散发出火焰 然后重重一拳 把敖炳打飞出去 敖炳手臂受伤 露出了一片片龙鳞 恍惚间他仿佛看到一个 令他十分畏惧的原神 等他们走后 李云祥身上火焰散开 随后晕了过去 回到家的敖炳 直接泡进了冰水里 他想用寒气疗伤 但只要碰到伤口 他就疼痛难忍 站在一旁的管家 将事情告诉了龙王 第二天 李云祥从医院醒了过来 而他身上的伤 竟然神奇地恢复了 他此时最担心的 就是妹妹的安全 医生告诉他 虽然保住了妹妹的命 但没能保住他的腿 你绝对想不到 眼前这个慈门善目的老人 居然是心肺手达了 东海龙网 敖广 就在昨晚 三代的敖炳 为了一辆摩托车 不仅打上了李云祥 还让他的妹妹 失去了一条腿 李云祥愤怒地冲出医院 还要找敖炳报仇 可就在这时 几辆汽车来到医院美口 一群保镖 公正地站在两边 等待着自己的老板 管家打开车门 一个生命人走路下来 然后缓缓走向李云祥 卢王不仅还回机车 还送来一箱金砖 可是没想到 竟遭到了李云祥的拒绝 等李云祥走后 卢王又换了一副嘴脸 原来他并不是真心道歉 而是为了测试李云祥 是不是哪吒转世 但不管他是突破异能的普通人 还是哪吒转世 他都不可能让李云祥 继续活下去 他让管家安排杀手 在路上除掉李云祥 希望他车记过人 躲避了杀手的追击 李云祥带着哥哥 拼命的往前冲 没过多久 他们也被逼到一处悬崖 可李云祥不仅没有减速 反而把油煤拉满 直接冲了过去 没想到 杀手也从悬崖边 直接冲了过来 就在这时 一只水母抓住了他 然后用尖刺 麻痹了他的神经 眼看铁锤快要砸下 危机时刻 能打到原神再次觉醒 把杀手全部震飞出去 但他也精疲力尽 直接倒在了地上 这时 铁锤再次砸下 结果下一秒 却再次停了下来 一个面具人挡住了攻击 他随手一挥 瞬间击倒了妖怪 面具人没再理会李云祥 或者妖怪转身离开 解除危机的李云祥 把哥哥送到了医院 看着自己的亲人 一个哥被送进了医院 他想要变强 这样才能保护他们 于是 他来到一座仓库 找到了面具人 而另一边 龙王得知形似失败 便把怒火发现到了儿子身上 原来在三千年前 他们就结下了世仇 能打抽策敖饼金 就连龙王也不是对手 于是 他联合四海龙王 一同逼迫哪吒 拔箭刺吻 但哪吒的夜里魂魄 却一直留在人间 龙王为了让儿子复活 给他达到了一副钢铁龙金 所以奥饼 没有了前世的记忆 三千年来 他们一直守在洞海之兵 就是为了将哪吒的元神 割杀在摇篮里 如果有着猴子告诉你 你就是哪吒 你会相信吗 面具人帝给李云祥一杯酒 酒杯瞬间喷出火焰 我是哪吒 那你又是谁啊 一心想变强的李云祥 用改装机车作为条件 让面具人教他 控制哪吒的元神 就这样 面具人答应了 教他控制元神的方法 但哪吒的元神 由于过元神真火 凡人根本无法驾驭 必须用钢铁铠甲 将真火外倒 不然就会遭到反噬 对于擅长改装的李云祥来说 并不算太难 很快 他又做出了一双手臂 在接下来的时间 面具人不仅帮他改良铠甲 还教他一些功夫 几天下来 李云祥不仅造出天神铠甲 公务也是突飞猛进 没想到 李云祥居然跟他打成平手 强大大爆发力 还溅飞了他的面具 面具下的不是别人 这是六眼猕猴 但李云祥却说 床床中的六眼猕猴 蛊惑人心 不是什么好人 没想到 红豆的一番话 直接激怒了哪吒的元神 原来 红豆是故意激怒哪吒 来测试这副铠甲 李云祥想再次换出哪吒 但不管他怎么使劲 都无济于事 头头告诉他 想完美发挥哪吒的元神 必须拿到他的法宝 觉得这天 龙王派出海叶叉 去暗杀李云祥 刚刚觉醒的李云祥 并不是叶叉的对手 叶叉吐出舌头 就要刺中李云祥 突然 哪吒的元神再次出现 一把抓住了叶叉的舌头 紧接着 李云祥高高跃起 在元神的加持下 直接刺穿了叶叉的防护 一颗颗炸弹砸向医院 而发射在炸弹的 是远处的一辆装甲车 李云祥一跃而起 挡住了炸弹 可突然 他的铠甲出现速弄 他让能打挡住炸弹 但能大的元神 一下就烟消云散 无数的病人 从医院跑了出来 看到这一幕 李云祥怒了 他直接冲向装甲车 一脚把车踢进了海里 在一阵烟雾中 突然出现一把匕首 刺向李云祥 刺客再次冲了过去 他抓住刺客的武器 瞬间培发出火焰 然后一转身 就把刺客甩了出去 当李云祥回到医院时 却听到了一个噩耗 父亲在波拉中 被利剑刺穿了身体 他祈求苏玉生救救父亲 但苏玉生也束手无策 李云祥彻底怒了 他知道 这一切都是龙王搞的鬼 很快 李云祥就找到了他们 龙王用忽天灵绑住他 但他体内的元神 可是忽天灵的主人 回一会儿 李云祥就争夺了束缚 龙王健壮选择了B战 可敖炳却不服气 这一次 他要和李云祥做个了断 敖炳换成元神 要由金色的哪吒 一决生死 李云祥也换成哪吒元神 要把前世金生的账 通通算个清楚 敖炳挥动武器 瞬间会发出无数兵剑 李云祥不退反进 将兵剑一一化解 敖炳见状 直接变成成一条巨龙 朝李云祥发出猛烈攻击 就在此时 哪吒的元神再次觉醒 他一拳打在敖炳头上 紧接着 又是一对猛烈输出 敖炳瞬间被打怕了 千千千的恐惧 再次涌上心头 他想要逃 却被抓住了钢铁龙巾 三千年前的悲剧 再度上演 这一次 他还是败了 刚经历大战的李云祥 此时已经精疲力尽 突然 女杀手趁机跳了出来 不及时刻 红豆打下致命一击 并且三千两脚 就制服了杀手 红豆想要解决他 却被李云祥阻止 并且放走了杀手 你绝对想不到 眼前这个面具的人 居然是齐天大圣 孙悟空 当年 取回正经的他 发现正经毫无用处 他解决不了人间疾苦 也解决不了世间的烦恼 所以 他戴上了面具 隐藏在人间 他告诉李云祥 在这个洞灯下面 囚禁着一群蛟龙 龙王用他们来炼化龙珠 得到龙珠的神力 他就能挤身天剑 但冬款没了龙珠 必定会海水倒灌 到时候 会伤及无数的百姓 猴豆的话 成功激动了李云祥 这一次 就算没有哪吒 他也要救全身百姓 可是没想到 龙王竟然抓来了 他暗恋的女神 苏一生 李云祥不敢轻举王洞 只能被动挨打 此时的苏一生 被逼到角落 突然 他启动机关 卡住了杀手的手臂 见苏一生脱困 李云祥发动了反击 他一拳打在龙王身上 没想到 龙王不仅没有受伤 反而让他牢牢捆住 龙王群立一击 把李云祥打飞了出去 紧接着 龙王取出龙珠 镇吹塔开始剧烈晃动 如果宝塔坍塌 海面会掀起惊涛巨浪 全城的百姓 将会命丧于此 李云祥飞兵上前 拼命地拉住魂天灵 而一旁的龙王 也开始发力 黑黑地踩在塔上 在两股烈量的僵持下 魂天灵居然被拉断了 无数的蛟龙冲上海面 掀起了巨大的浪潮 龙王抓起李云祥 得意地笑了 可下一秒 李云祥竟然反手抓住他 紧接着 他全身冒出了火焰 将龙王活活烧死 但他自己 也受到真气的反噬 变得奄奄一息 就在这时 魂天灵的碎片 开始一点点地连接起来 他变成了一朵莲花 把李云祥包在了里面 能让他原神使用真气 重新达到了他的肉身 重处肉身的李云祥 占预着魂天灵 最终李云祥阻止了海啸 拯救了冬海之宾 他带着苏云生回到了岸上 而猴子在这里 和于等候我多时 最终冬海市恢复了平静 而李云祥也回归了平凡的生活 这是2022年 最新的国漫电影 他跳出西游和风生宇宙 以山岸精为背景 诠释了如何面对困境 失败 嫉妒 焦虑 恐惧 这些情绪无法释放 最终心里只会剩下绝望 变成一颗冰冷的石头 整个故事还要从千百年前说起 有这样一座岛 名为医疗岛 当然的昆仑医馆 住着全天下一手最精湛的遗失 所有奇人遗受生病 都会来到昆仑医馆 不过千百年来 有这样一种怪病 就连昆仑医馆 至今也无法根治 那就是黑灵 得了黑灵的病人 全身会变成灰白 会对生活失去希望 于生命研究多年 却只能将黑灵 从病人身上抽出来 然后封送于地下 就在这天 医馆的大弟子白泽 终于研究出了 消除黑灵的办法 面对一大堆黑灵 他手当其冲 用心研究的五行咒 直接击散了黑灵 可没想到 黑灵并未全部击散 反而变得更加强大 白泽还想再次施然法术 却被师父强行阻止 因为黑灵只能被压制 不能强行击散 黑灵的怨气越来越大 无数医兽也跟着遭殃 眼看就要推冒医馆 危机时刻 官长引出弱水 这才解除了危机 但白泽的自以为是 导致整座岛屿被毁 师父将他除除湿霉 不准再碰黑灵 转眼七年过去 大岛已经变成了废墟 医疗岛被迫转移到了小岛 七年来 蓝上黑灵的人从未减少 比如眼前这个明星 因为脸上长了根皱纹 就让他十分焦虑 还有这个小孩 妈妈一口气 给他抱了九个学习班 巨大的压力 让他产生了抱怨 而另一边 白泽不仅没有放弃研究黑灵 他偷偷开了一家医馆 就在这天 他的医馆里 来了一位病人 他就是苦山神 因为他有三个头 整天都会胡思乱想 所以摘下了黑灵 白泽把自己研究的五行肉 用在了苦山神身上 没想到黑灵真的被驱散了 这让白泽也十分震惊 多年来的努力 终于有了结果 就在这时 护卫队队长毕方闯了进来 因为白泽非法行医 又把他抓回大牢 白泽向他们不注意 直接从窗户跳了出去 毕方带着小弟 对白泽紧追不时 姐 快去到我 白泽走着前串相 终于甩开了他们 就在这时 白泽遇到了自己的师弟 火烛 师父云游出走后 他变成了代理馆长 白泽终于攻克了黑灵 师弟告诉他 如果在竞争大会上 展示自己的成果 那他将重新回到医馆 成为新任馆长 白泽一时高兴 直接跑到了酒馆 现在这时 一个小孩找到了他 他俩小翼 是一只麒麟兽 因为额头上的脚太小 拾不出预风术 同时他被其他人欺负 白泽看不下去 直接跟星天打了起来 九月直接变成真身 把他们全部赶了出去 白泽告读小翼 大早让他脚环 能够治好他的病 然后敷衍地赶走了他 第二天 馆长竞争大会如期举行 所有的医师 也来到了医馆 牛头拿出自己的法器 培养出绿色的毒物 想要以毒攻毒 没想到 高熙灭的黑灵 竟然又再次出现 第二位选手上台 行武海兵长冻住黑灵 可没过一会儿 黑灵再次冲了出来 就在这时 一个壮汉走了上来 青龙也是一个没得罪 直接被小伙的后脸皮 给了颗心 忽然 白泽投身群中 走了出来 他要用自己最新的法术 击败黑灵 挽回自己的荣誉 可没想到 火珠却拦住了他 火珠追灵念念有词 法阵引出雷电 直接击散了黑灵 原来 火珠图学了白泽的法咒 就是要让白泽当众出丑 白泽怒了 他打开自己的卷轴 想要击散黑灵 可没想到 火珠摆通了他的小弟 把白泽的卷轴割破 最终 白泽被抓了起来 关进了地牢 另一边 火珠终于如愿 当中打败了白泽 可没想到 他刚才击败的黑灵 竟然又从法阵里飘了出来 他赶紧查看资料 原来 法阵并不能消灭黑灵 还要搭配白泽的卷轴 才能发挥作用 他们来到地牢 想要拿走白泽的卷轴 清白名列的白泽 只能跑到大岛避难 可刚一来到大岛 就碰到了小翼 原来小翼来大岛 就是白泽告诉他 狡猾能治好他的病 就这样 两人便结伴一起 来到了大岛 他们穿过一片沙漠 竟然发现一个避难所 而且里面还有人 可他们 全部都染上了黑灵 他们因为各种原因 全部染上了黑灵 就像这些灯笼一样 心里已经没有了光 为了让他们活跃起来 所以叫他们跳舞 赶走心里的黑灵 在小翼的带领下 大家开心的跳了起来 此时他们的心里 就像灯笼一样 也跟着亮了起来 而在欢乐的人群中 有一个人 却与这里格格不入 他就是苦山神 小翼跑过去 跟苦山神聊了起来 原来苦山神有三个头 他总是想的太多 每天都很纠结 心中的黑灵无法驱散 小翼让白泽帮帮他 可白泽现在想不到办法 苦山神彻底绝望了 独自跑了出去 等白泽他们发现时 苦山神已经彻底死心 变成了冰冷的石头 就在这时 立方为了抢夺卷主 也来到了大岛 他们将白泽团团围住 无急时刻 白泽用穿枪服 再次逃走了抓捕 两人来到了老医馆 但这里已经变成了废墟 他们挑衅一个地洞 竟然找到了药房 没过一会儿 他们在这里找到了脚环 白泽拿出脚环 放在小翼头上 然后施然法力 治疗小翼的麒麟脚 可是没想到 脚环直接化成碎片 小翼也没有任何改变 不过他们尝试几次 全部都以失败告终 没过多久 他们就用完了所有脚环 小翼十分失落 自己的病还是没能治好 为了逗小翼开心 白泽跳起了舞 他踩着高挑的样子 瞬间堵落了小翼 在白泽的安慰下 小翼心情好了一点 没过多久 他们就睡了过去 就在这时 卷中筛发出亮光 白泽走进了小翼的梦里 他看见了小时候的小翼 小翼头上的脚太小 遭到了同伴的嘲笑 压抑的情绪 让小翼心里产生了黑灵 白泽想要保护小翼 却更为无法触碰 就在这时 白泽从梦里醒了过来 但小翼却不见了踪影 他慌忙地寻找小翼 却得不到任何回应 他穿过一个出口 竟然来到一片竹林 在竹林的深处 竟然有一个小木屋 白泽走进屋子 找到了小翼 突然 一个不明物体快速靠近 他一跃而起 瞧白泽发出出暗器 你绝对想不到 以前这个小萝卜精 竟然是个神医 他 老王长的官媒弟子 小萝卜 唐尼 唐尼告诉师兄 师父外出云游 至今不知下落 既然师父不在 白泽只能带上小翼离开 忽然 小翼的病情恶化 黑灵已经遍布全身 白泽想帮他驱散黑灵 可眷主却失去了作用 就在这时 病房再次找到了他们 原来随间打了起来 没过一会儿 白泽就被打飞出去 可他无意间 竟然发现了师父的灵位 萝卜精 这是什么 师父不要我告诉你 原来 耗尽了自己全部经历 但最终 也没能保住大岛 而老王长也在这片竹林 形成消散离开了人间 一旁的壁方 还在不断地挑衅 白泽彻底怒了 只要一拳打倒了壁方 还把他踩在脚下 可没想到 壁方趁机逃跑 抓走了小翼 他用小翼威胁白泽 让白泽叫出卷轴 等他叫出卷轴后 壁方把他推进了河里 等他在此醒来时 竟然看见了酒尾 可是没想到 既然是唐尼救了他 他没想到 竟然引来了更多的黑铃 就在这时 白泽及时赶到 疏散了所有人 而火柱已经被黑铃侵蚀 心里也被欲望控制 原来白泽从小就比他优秀 而师父也更宠爱白泽 四大长老施展法阵 将所有人保护了起来 火柱在街街外叫嚣 可是没想到 竟然得罪了玄武长老 火柱施展法术 瞬间就打破了法阵 所有人非非使出绝技 想要打败火竹 可没想到 他们的攻击 反而让火竹变得更加强大 无计时刻 白泽挺身而出 原来 他早已知道 破解黑铃的办法 只要大家心里有光 对明天充满希望 那黑铃也将不复存在 白泽将所有人的希望 化成手里的武器 最终 白泽消灭了黑铃 那些曾被黑铃折磨的人 也全部变回了正常的样子 我们或许无法阻止 心里的黑铃出现 但如果你见到他 希望你能笑着面对 只要心里有光 那便没有什么 能够打败你 我是云上 我们下期再见 这绝对是2019年 最好看的国卖动画 电影中的每个画面 都像一幅精美的游默画 仿佛让人心灵其境 而在电影中的女主 则是被无数网友 称为最美白娘子 她 就是动画版的白蛇传 白蛇缘起 整个故事 还要从这跟周采说起 500年前 小白奉命刺杀国师 但国师法力高深 直接挡下了攻击 徒弟见状 一学将他打飞出去 来到外面 他们继续打斗起来 但小白法力太浅 即便拥有助穿法器 也不是小道士的对手 小道士再次发力 直接把小白震飞 掉进了海里 当他醒来时 发现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这时 一位婆婆走了进来 他安抚小白不要紧张 小白竟然失忆了 这时 正好遇到捕蛇队回来 在大梅进行关闭时 一个少年跳了出来 他急速下滑 可就在落地时 脚下失去了平衡 一表心扑进了小白的怀里 原来 昨天丢小白回来的 正是眼前这个少年 阿萱 见小白失去了记忆 阿萱便带着他 来到了昨天救他的地方 想帮他找回记忆 阿萱随手转动罗盘 没想到 竟然勾起了小白的记忆 追到他愣神的时候 阿萱碰了一下他 结果下一秒 把他打下了悬崖 可是没想到 阿萱竟然握了雨伞 飞了起来 阿萱一点不敢相信 他心愿地拉起小白的手 当两人飞回到地面 掀起了无数的捧呼鹰 他伸出了手 感受着周围的一切 直到这时 一条毒蛇盯上了他们 毒蛇一跃而起 缠住了阿萱 小白使用法力 将毒蛇打飞出去 阿萱一表心 掉下了悬崖 小白赶忙来到悬崖边 去发现阿萱 抓住了一只猪钗 小白想要将他拉上来 去在无意间 目到了猪钗 他两眼一黑 直接掉下了悬崖 阿萱见状 直接拿起雨伞 毫无犹豫地跳了下去 就这样 阿萱再次救了小白 当小白再次醒来 已经是深夜 小白打亮着出差 在月光的照耀下 竟然发现出两个字 宝青 阿萱思考半天 他想起了一家店 名字就叫宝青坊 为了搞清楚 注册的来历 他决定带小白 去宝青坊了解情况 于是 两人第二天一早 便乘船前往宝青坊 两人一路游山玩水 欣赏沿途的风景 但在阿萱的眼里 周围所有的风景 都比不上眼前的小白 两个人的旅途 难免有些无聊 为了增添乐趣 小白施展法术 让狗狗学会了说话 就在这时 水面突然开始加速流动 仿佛有人控制 加快他们的行驶速度 回会儿 他们就看见远处 一只木筏停在前面 水面人突然现身 变成一只巨大的响尾蛇 他摇晃着尾巴 发出刺耳的声音 紧接着 他张开血盆大口 开始攻击他们 不及时刻 小白现出原形 直接将他拦腰斩断 解决掉响尾蛇之后 小白变晕了过去 阿萱把小白 带到了一间庙里 看他全身颤抖 心上散发出寒气 阿萱赶紧找来柴火 想让小白温暖一点 可即便点燃柴堆 小白依旧没有好转 阿萱见状 直接抱住了小白 用自己身体的温度 给小白温暖 第二天 阳光洒进了寺庙 小白恢复如初 醒了过来 看着灰睡的阿萱 小白的心里 反共产生了莫名的感情 他独自坐在房檐 却无心欣赏 这时阿萱走了过来 对于昨晚的事 两人只字未提 但对于自己是妖的事 小白始终埋不过心里的坎 在阿萱的安慰下 小白终于打开了心结 休息了一下之后 两人便接着赶路 他们漫步在银杏树林 还牵起了彼此的手 没过多久 两人就来到了保清房 当他们打开大门 严谦的场景 让他们惊掉了下巴 严谦这个可爱的小女孩 竟然是一只狐妖 而这里的主人 就是这个小女孩 他们想知道 猪猜的主人 没想到 女孩直接给了他们 一块巨大的鳞片 小白拿着鳞片 感受着她的气息 突然 树林里关系一阵妖风 一个旁人大物 缓缓靠近他们 阿萱手里的灯笼 被吓得撒腿就跑 这时 又会变成了一个女孩 阿萱想要保护小白 结果下一秒 原来 她是小白的妹妹 小青 接下来 小青告诉了小白 之前发生的事 原来国师为了修炼不死之身 抓了他们无数的同胞 为了报复国师 师母给了小白出差 让她去行刺国师 没想到行刺失败 反而被住山反噬 夺走了记忆 小青觉得阿萱不是好人 想要杀掉她 但小白却相信阿萱 即便姐妹反目 她也要保护阿萱 小青怒了 姐姐竟然为了一个男人 不顾他们的姐妹情 她挥出武器 狠狠地砸向阿萱 没想到 既然砸出了个大洞 阿萱直接掉了下去 小青穷追不使 继续发动猛烈的攻击 他们被逼到了角落 阿萱一把抓住小白 把她带进了一个密室 虽然抖过了小青的攻击 但他们绝对显摸到 这里也是危机四伏 他们只能硬着头皮 走进了一个法阵 突然 一只巨鸟抓住了小白 她喷出火焰 想要烧死小白 阿萱见状 奋不顾身地冲了上去 她掰开巨鸟的爪子 成功救下了小白 她抱着小白 从声门逃了出去 回一会儿 小白就清醒过来 她知道自己是妖 如果再跟阿萱在一起 必定会连累她 此时的阿萱找到了出口 当他们走出密道后 小白决定离开她 这个男人疯了 为了跟谁妖在一起 她决定把自己也变成一只妖 为了跟小白在一起 阿萱来到保清坊 让女孩把她变成妖 女孩吐出一口烟 一只狐狸的神像 凭空钻了出来 然后出现几根铁链 把阿萱绑了起来 没过多久 阿萱就醒了过来 阿萱起身 检查了自己的身体 没想到 她的屁股上 竟然长出了一条尾巴 她终于变成了妖 阿萱飞快地冰向寺庙 她想要赶紧见到小白 可当她赶到时 确实看见一片狼藉 她四处寻找小白 却得不到任何回应 这时 她在飞雪中发现了一个人 先看一看 差点下的魂飞魄散 原来 她是来抓小白的道士 半个小时之前 她找到了小白他们 于是诗人法术 和小白打了起来 小白想要逃走 却被道士困在了法阵里 就让她以为 抓住了小白他们时 小白取出出差 开始吸取 这个小道士的法力 最终 小道士被吸干法力 而小白 则变成一条巨帽 跑进了城里 看着被摧毁的永州城 阿萱连忙跑回村里 她不想自己的村子 也变得跟永州城一样 她让村民赶紧离开 但村民却毫无在意 忽然 村子的大梅被撞开 无数的士兵 浩浩荡地走来 一群指人士兵 左右依次排开 原来 是国师来了 阿萱跑到村外 想要阻止小白进村 但此次的小白 已经失去了意识 根本不顾阿萱的阻拦 为了让小白想起自己 阿萱飞速一动 掀起了无数的蒲公英 她还用这样的办法 勾起小白的回忆 听着阿萱的表白 小白终于冷静了下来 可就在这时 一个黑色物体压住了小白 小熊见状连忙赶了过来 下一秒 她也被压在了地上 原来 是国师布下法阵 将他们全部溃在了里面 就在她得意之时 一只猪穿 插进了她的胸口 原来 是小白的师父来了 师父继续原神 与国师打斗起来 小剑则趁机打开石头 破坏了法阵 从莫自由的小白 直接冲向国师 可他们根本不是国师的对手 没有多久 就被国师制服 危机时刻 小青拿起出差 还给他杀上国师的后背 最终 出差吸走了国师的法力 他们联手打败了国师 可下一秒 师父却抓住了小青 吸走了他的法力 不仅如此 他还吸走了 所有蛇妖的法力 变成了一只巨猫 看到这一幕 小白怒了 两条巨猫 瞬间缠绕在一起 可师父法力强大 小白根本不是对手 没过一会儿 他就被打回了原形 眼看就要被一口吃掉 可下一秒 法阵再次启动 是阿萱 他重启了法阵 将巨猫牢牢困住 危机时刻 阿萱挺身而出 救走了小白 虽然暂时抖过了危机 但他们也被困在了法阵 也看到周围的一切 被法阵全部吞噬 他们也只能慢慢等死 就在这时 村民们全部跑了出来 他们想要解除法阵 把阿萱救出来 可没过多久 阿萱就被冻成了冰块 看到阿萱飘了起来 小白死死的抓住他 可即便再怎么努力 小白也无力回天 五百年过去了 小白一直都没有忘记 不管阿萱转世多少次 他都一直在等阿萱 就在这天 姑娘 你的猪拆掉了 谢谢官员 他是我最佩服的男人 因为他的老婆 是一条白蛇 可就在这天 法海带走了他 为了找回许仙 小白和小青一起 水漫金山寺 他们一起施法 线行五千多米的巨浪 眼看就要淹没金山寺 危机时刻 法海先开袈裟 形成一道金色的结界 他随便念念有词 随后寄退了巨浪 并且打飞了他们 紧接着法海变出一座宝塔 要收了小白 小白取下周川 想要跟法海对抗 发海念出咒语 下一秒 周川直接断成了碎片 而小白 则被宝塔吸了起来 小青见诺 拼命地抓住姐姐 可最终 小白还是被收了进去 而他给小青留下的 只有一个孩子 和一条发带 法海没有为难小青 想要放他离开 可是没想到 小青把孩子交给许仙 然后纵身一跃 四向法海 可他根本不是法海的对手 只见法海浸出精神 姐姐把他打飞出去 身受重伤的小青 恍惚天 他仿佛看到了姐姐的脸 最终 小青掉进了一团 黑色的烟雾里 当他再次醒来时 竟然穿越到了现代 他将姐姐的发带 仅仅缠绕在手上 他按下决心 一定要找到法海 为姐姐报仇 小青漫无目的地 走在空旷的街道 就在这时 一辆汽车的铃铛 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想要伸手触碰 但下一秒 汽车发出的声音 让他吓了一跳 此时的小青 发现自己失去了法力 忽然 烟雾中出现一个牛头 一步步向他靠近 牛头挥出武器 他给砸向小青 害怕他身法灵活 躲过了攻击 但失去法力的小青 根本不是牛头的对手 无奈之下 他只好狼狈逃跑 但牛头人 并没打算放过他 小青跑到一个巷子 没想到 一个女孩端起枪 瞄准着他 下一秒 女孩直接开枪 子弹头脸颊划过 竟然打中了牛头人 所以有两人赶紧逃跑 可没过多久 他们就被追到了停车场 此时的牛头人 步步紧逼 危机时刻 几辆汽车掉下来 正好砸中了牛头人 紧接着 一辆皮卡快速驶来 停在了他们面前 蒙面人让他们上车 随后带着他们 离开了这里 蒙面人把他们 送到了安全的地方 然后便直接离开 孙姐告诉小青 这里是修罗城 住着各种人和妖怪 随后 孙姐便把他带到了房间 看着眼前的一切 小青显得十分疑惑 就在这时 孙姐递给他一瓶饮料 可没想到 小青以为是暗器 全部撒到了地上 为了让小青快速融入这里 孙姐拿来笔记本 让小青看看 现在都发生了什么 如果古代的妖 穿越到现在 那该如何生存呢 首先 不仅要学会用枪 还要学会 如何驾驶摩托车 在孙姐的指导下 小青很快就学会了 这些技巧 就在这天 他们遇见两大帮派 在修罗城争夺地盘 逃离 可就在这时 牛头帮听到动静 发现了他们 于是便追了过去 他们以表心 跑到了两个帮派中间 一只牛头困住小青 前而把他勒死 小青拿起手里的枪 对准了自己 但在开枪的一瞬间 他抖过子弹 打中了身后的牛头 下一秒 三个牛头又走向他 就在这时 一个枪声响起 牛头又声倒地 是罗拉帮帮主救了他 眼看一刹大战一触即发 突然 所有人的动作都变慢了 时间仿佛静止了一样 紧接着 偏偏出现无数的幽灵 飞快地朝他们袭来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慌了 偏偏开始逃跑 寻找避难的地方 可就在这时 罗拉帮的帮主 竟然邀请小青上车 带他离开了这里 光光经历的灾难 不仅让他们人员减少 还丢失了不少补给品 为了继续生存 帮主决定 去万一超市采购物品 第二天 帮主便带着小青 一同前往万一超市 他熟练的驾驶汽车 在城市里穿梭 面对随着倒塌的楼房 他们又一丝慌张 反而轻松地 跟小青聊起了天 两人在闲聊中 不知不觉来到了 万一超市的地盘 他们推开大煤 流浪满目的商品 看着小青眼花缭乱 突然 他看到一个熟悉的人 那个帮助过他的蒙面人 他正在追逛一只妖怪 妖怪淘宝时 不小心撞到了货架 也给古迪掉了出来 正好被一个烟斗接住 眼前的小女孩 就是这里的老板 小青想要知道 为什么自己会来到修罗城 女孩告诉他 来到这里的人 都是心里有很强的执念 世间所有的求而不得 都会化作一股怨气 而修罗城 正是在怨气所凝聚的 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执念很强的物件 比如蒙面人的古迪 荒主的小葫芦 还有插在小青手上 姐姐的发带 原来 小青之所以会来到这里 是因为心里放不下 对姐姐的执念 怎么离开这座城 女孩带着他们走进电梯 随着电梯下降 他们看到一片池子 只要跳到池中 就能离开修罗城 比如眼前这只桃花妖 到此也没有等到心爱之人 她挣下玉佩 随后自己也跳了下去 紧接着 无数双手 剥离她的执念 没过多久 她便忘记一切 转世而去 如果人的执念太深 死后上不了天堂 也下不了地狱 而是会出现在这里 修罗城 在这修罗城里 每天都会遭到天结 而如果没有躲过 就会魂飞魄散 再无来生 而离开修罗城的办法 就是放下执念 跳进吴池 忘记所有的一切 蒙面人走到吴池 却看不清自己的执念 只能一起看到一些花瓣 这时 小青也走了过来 在吴池里 她看见了姐姐 跳进去 就离开修罗城 但小青不甘心 就这么忘记姐姐 采购完物资 他们准备返回总部 突然 天空出现一团火焰 一只火焰鸟 飞速地冲向他们 这就是修罗城的火劫 就在这时 大梅被撞碎 无数的幽灵跑了进来 女孩赶紧带着他们 跑到了吴池 没想到 幽灵也跟了进来 她扑倒了蒙面人 不及时刻 帮主挥动长剑 解决了幽灵 等天结落去 他们所有的物资 也被全部烧毁 无奈之下 他们只能走回总部 可当他们回来时 却发现 这里已经被牛头帮占领 他们只好逃了出去 可刚到外面 又遇到了水劫 虚犹能潮水 仿佛要淹没一切 他们只能再次逃亡 只能跑进了一个隧道 突然 蒙面人一表心 掉进了一个坑里 小青想要去救她 却被帮主阻止 她劝小青 赶紧跟她一起逃跑 但小青却不愿见死不救 拼命地想要救人 没想到 趁小青救人的时候 帮主竟然直接关闭出口 自己逃了出去 看到这一幕 小青彻底绝望了 她直接走到幽灵面前 想要就此解脱 不及时刻 蒙面人摘下面罩 突然 幽灵一跃而起 直接扑倒了小青 下一秒 小青拿起旁边的武器 直接解决了幽灵 她赶紧潜入到水下 利用水的福利 拼命拽出了小白 小白居然变成了男人 人再次来到万一超市 他们想要知道 离开修罗城的办法 女孩告诉他们 还有另一个办法 那就是穿越如果桥 原来 修罗城首尾相连 在天阶来临时 舌尾会长出一座桥 只要通过如果桥 挑进舌嘴里 就能保留记忆 离开修罗城 女孩不仅告诉他们 离开的方法 还送给小青一张卡片 就在这时 牛头帮来到万一超市 他们想把这里占为己有 小青上前 与他们打斗起来 眼看小青就要被砸到 小白推开了他 没想到 铁棒勾住了他的面具 一张人皮面具 往往掉在了地上 原来 他不是真正的小白 而是依靠人皮面具 变成了小白的样子 男人再次戴上面具 又变成了小白的样子 就在这时 女孩纵身一跃 直接跳进了五池 下一秒 吃水喷涌而出 一只巨大的狐狸 出现在他们面前 狐狸搅动着天池的水 不一会儿 就申起了一股巨浪 把教官们全部淹没 牛头帮老大 也被池水淹没 但狐狸并没有伤害小青 还把他们送了出去 原来 那天在无池 他看到了小青的执念 里面出现的人 是小青的姐姐小白 在小青彻底绝望的时候 他为了救小青 才把自己变成了小白的样子 虽然小青痛恨欺骗 但说到底 他也是为了救自己 才变成了姐姐的样子 就这样 小青不仅原谅了他 那想要离开这里 就必须现场到黑风洞 在黑风洞中 战胜自己的执念 才会生长出如果桥 小青带着门面人 走到一棵引荫树前 突然 一辆汽车快速驶过 小青拿出一张卡片 温航车时才打开了门 他们快速跳了进去 这时 司机收走了他的卡片 可没想到 司机竟然是个蜘蛛精 司机告诉他们 黑风洞就在车的上面 想要离开修罗城 只有在黑风洞中 打败自己的心魔 才能逃出这里 两人来到二楼 无处的藤蔓 闪到着一个黑色洞口 小青直接走了进去 可下一秒 他就被打飞了出来 原来 小青的心魔是伐海 伐海法力强大 所以小青 才会进去一秒 就被打飞出来 休息片刻后 小青再次走了进去 这一次 他看到了雷风塔 也看到了伐海 小青二话不说 直接祭出自己的原神 与伐海缠斗起来 下一秒 小青又被打飞了出来 但他始终不给放弃 不管被打败多少次 他也绝不认输 不知过了多久 伐海都已经老了 这二十年的修炼 小青的法力 早已超过伐海 他放出雷电 将伐海打飞了出去 紧接着 他手握了雷电 将雷风塔连根拔起 最终 小青打败了伐海 解决了自己的心魔 就在这时 天空的尽头 竟然真的长出了儒果桥 就这样 小青他们 跑上了儒果桥 可没想到 牛头帮主也跑了上来 突然 时间又被静止 一股气流涌了出来 他们也飞快地逃跑 无数的幽灵 在他们身后紧追不舍 就在桥面断裂时 他们一跃而起 眼看出口就在面前 但男人的脚 竟然被幽灵给抓住 把他们全部拽了下去 这时 男人让幽灵咬了一口 紧接着 他的身体变得透明 身后居然长出了翅膀 原来 他是故意让幽灵咬 只有这样 他才能把小青送出去 最终 男人灰飞破散 留在了修罗城 就在这时 小青抓住了他的骨笛 和姐姐的发带 千百年后 小青来到了杭州 他在展览馆 竟然看到了姐姐的猪钗 但那只猪钗 中间少了一块 小青偷偷猪钗 然后拿出骨笛 没想到 朱摄浪缺失的 正是骨笛这一块 小白 终究还是你 小青终于知道 姐姐一直陪在自己身边 突然 一个声音叫住了他 小青 你绝对想不到 只需要三步 你就能成为神仙 首先要放松身体 然后再念出咒语 接着穿过墙壁 就能飞升成仙 但这个豆子 念了两年半 也没成功 他叫豆腐 是豆腐镇上 一颗普通的豆子 但他的愿望 是修炼成仙 成为一颗仙豆 仙脉年前 一个名叫刘安的人 偶然发现一颗流星 他将流星打造成丹炉 然后将一颗颗豆子 全部扔了进去 晚晚没想到 豆子竟然变成人形 从此之后 成了他的徒弟 他们还在无意间 发明了豆腐 成了他们的食物 刘安将自己的毕生所学 全部都交给了豆子们 就这样 豆子跟着刘安 开始了修仙之路 时间一天天过去 刘安修成正果 成为了神仙 师父走后 豆子们更加刻苦修炼 想跟师父一样得道成仙 可没想到 建设修院的豆子们 有的发疯 有的失踪 最后 只剩下豆腐还在修炼 而其他的豆子 在山下建起了小镇 过起了正常的生活 这么多年过去 豆腐没有放弃修仙 但其他豆子 都把他当成了异类 只有这个叫豆香的女孩 并不嫌弃他 还经常给他送好吃的 就在这天 豆香给他送来炸豆腐 在豆腐的竹签上 竟然还写着字 没想到 这竟然点醒了豆腐 难道 豆食馆 他偷偷跑到豆食馆 去到吴玉街 并且有人偷炼丹炉 他大喊一声 竟然招来了小偷的同伴 两人瞬间打了起来 小偷把瓶子当成武器 从豆腐砸了过去 不及时刻 豆腐的周围 出现了一阵金光 将瓶子全部挡了下来 小偷见状 两个顺着绳子 跑了出去 豆腐想要去追 可就在这时 大霉突然打开 巡逻的豆子闯了进来 他们见豆腐拽着绳子 以为豆腐是小偷 于是把他抓了起来 豆腐想要解释 是几个黑衣豆 偷走了炼丹炉 就在这时 村长走了出来 他不听豆腐解释 直接把偷到的罪名 安在了豆腐身上 然后让巡逻的豆子 把豆腐树上山 他们一路来到山顶 和突然的电闪雷鸣 让巡逻的豆子们 不敢上前敲煤 就在这时 大霉突然打开 然后豆子被吓得魂飞破散 从山顶滚了下去 而豆腐则被抓了进去 他是热所神经病院的院长 院长给他找了个房间 然后把他关了进去 豆腐怎么也想不到 在这个房间里 竟然真的有一位神仙 你绝对想不到 以前这个老头 竟然是一位神仙 豆腐看着老头 瞬间两眼放光 因为他曾在修宪秘籍上 见过他的画像 豆腐满脸崇拜 想让老头叫他仙术 见豆腐如此虔诚 老头挥动手里的浮沉 瞬间就消失不见 下一秒 老头让豆腐伺候他 以后脏活累活由他来干 好喝好喝的自己来吃 为了学习仙术 豆腐赶紧答应下来 他让大仙现在就教他 可没想到 老头刚晕了一股气 下一秒 竟然直接睡了过去 第二天 所有人来到院里放风 但豆腐觉得他没怪怪的 就在这时 一颗豆腐拿着砖头当电话 还有跟他们合影 老头带着豆腐 来到了池塘 然后叫他隔空取物 时间一天天过去 那豆腐的坚持下 竟然真的掌握了 仙术的技巧 这天晚上 老头在凉亭上 放了一颗苹果 让豆腐想办法摘下来 豆腐一个助跑 然后众神一跃 没想到 竟然掉进了水里 可下一秒 他破水而出 直接飞了起来 他飞快地跑向凉亭 完成了这次的考验 觉得两人吃饭时 豆腐找到了他们 他告诉豆腐 只要他放弃仙术 和豆腐的仙术已成 根本不想离开 豆腐一气之下 转身离开了房间 觉得这时 师父告诉豆腐 再过三天 就是他们生线的吉时 只要在三天内 赶到山顶 就会看到七星连珠 同时还会开启 天道之霉 但豆腐不知道 怎么才能离开这里 师父拉起豆腐 直接原地起飞 然后用力一甩 把他扔向了墙壁 下一秒 豆腐真的从墙壁 穿越到了外面 让他穿越的位置太高 直接掉在了地上 而这一幕 正好被豆腐看到 为了搞清楚情况 豆腐决定跟着豆腐 他换上了伪装 直接跟在豆腐后面 可没过一会儿 豆腐就发现了他 都想强装镇定 说自己也要上山 就这样 两人查上了登山之路 他们走到一条河边 但穿急的水流 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就在这时 豆腐念出咒语 河水居然变成一道拱门 给他们让出了一条路 他们上山时 遇到了重重困难 但都被豆腐一一解决 经过插头跋涉 他们终于到达了山顶 难道大殿 里面却破烂不堪 原来 这里是他们曾经修行的地方 但现在 就只剩下他一个人 豆腐跑到师父圣仙的位置 亲身的跪在师父面前 忽然 一道金光照了下来 紧接着 一个铺团从天而降 停在了豆腐面前 他毫无犹豫的走了上去 一经前 他转身给豆腐告别 随后跟着铺团 反反升下了天空 没过一会儿 豆腐就来到了天界 有烟雾散去后 他竟然看到了师父 他想跑到师父身边 却为一个结界拦住 就在这时 一个神秘物体缓缓降落 一群黑的豆子 将他们围了起来 你绝对想不到 船上中的神线 竟然是外星人 没想到 这里竟然是一艘飞船 豆腐和师父 全部被关了起来 看到以前 他们在太空航行时 被有限动丢的能量石 而这一幕 正好被刘安看到 他以为是上天的指示 于是把能量石 打造成了炼丹炉 黑豆没为了拿回能量石 便把刘安抓了起来 而他的得到飞升 也只是中了黑豆的轨迹 豆腐的信念彻底崩塌 自己这些年的修炼 到头来竟然是一场空 就在这时 一道激光发射出去 竟然直接把豆香 打回了原形 豆腐怒了 他直接撞破仓霉 跳到了地上 首领见状 操控机器人走了出来 面对这样的庞然大物 豆腐只能选择躲避 可最终 豆腐还是被抓住 扔在了地上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捡起豆香 横在了手里 首领发射出激光 打在了豆腐身上 下一秒 他也变成了一颗豆子 首领将他们扔进丹炉 提取他们的灵力 而接下来 他还要提取豆腐阵 所有豆子的灵力 他派出飞船 在小镇上大肆破坏 所有被击中的豆子 全部变回了原形 就在家打麻将 也没得逃过追捕 另一边 被扔进丹炉的豆腐和豆香 竟然还保存着一丝魂魄 等待他冲锋后 豆香化成了花瓣 将自己剩余的灵力 全部给了豆腐 下一秒 豆腐灵孔一跃 如今丹炉跳了出来 首领怒了 直接召唤出小弟 一起围攻豆腐 他摆好架势 化成功夫熊猫 曾经的信仰 又再次回来了 就这样 豆腐打败了所有回斗 紧接着 他会去攻击首领 豆腐用灵魂的身法 轻松打倒了首领 他发射出一道剑气 破坏了飞船的能量 首领彻底怒了 他一脚踩向豆腐 没想到 豆腐竟然挡下了攻击 然后试掩出法术 将机器人打飞出去 手里操控机器人 将豆腐逼到了天空 结果这时 豆腐感到了神秘力量 看着天上的七星连珠 他想起了老头的话 七星连珠在剑之时 就会打开天道之门 豆腐挥动长剑 将天道之力化为启用 然而悔狠地刺向首领 最终 豆腐打败了首领 成功拯救了所有人 他再次跑回飞船 将师父救了出来 看着豆腐阵一片狼藉 师父愧疚不已 他将炼男奴立了起来 然而注入自己的灵力 一旁的豆腐健壮 也注入了自己的灵力 在两人的共同努力下 豆腐阵恢复如初 被大规模型的豆子们 也全都变了回来 但豆腐却不明白 为什么别人都变了回来 可豆腐却还是一颗豆子 师父告诉他 豆腐把生机给了他 已经没有了灵力 师父安慰他 豆腐还会回来 这是石壶未到 师父带他一起修仙 可豆腐却不愿离开豆腐 于是便留了下来 最终 师父修成正果 成为了神仙 而豆腐则选择留在豆腐阵 等待着豆腐 回来的那一刻 他每天给豆腐浇水 现在能早日重逢 春去秋来 时光燃燃 在豆腐的心照料下 豆腐终于发出了内涯 这是我见过最倒霉的孩子 因为挡住了村霸的视线 就被狠狠敲了一棒子 不仅如此 村霸还要抢他的红包 就在这时 一个红色的身影 出现在他们面前 下一秒 红包瞬间消失不见 原来 是一个红色石头 抢走了红包 红石直接一脚废踢 把红包踢向了最高处 面对红石的挑衅 春霸瞬间怒了 他戴上黑色石头 直接冲了上去 随着孤颖的响起 两只石头 就这样打了起来 他们纷纷跑上高台 去挣夺高处的红包 红石利用灵魂的身法 轻松拿到了红包 然后越过了阿娟的头顶 没想到 石头里面 竟然是一个长相清秀的女孩 还没等阿娟缓过神 女孩就将红包 还给了阿娟 春霸彻底怒了 他召唤小弟 去抓住红石 阿娟见状 是一女孩逃跑路线 然后骑上自行车 带着女孩逃跑 他们一路跑到山顶 这才摆脱了他们 女孩摘下石头 跟阿娟聊了起来 你叫什么 我叫阿娟 女孩有些惊讶 为什么一个男生 就要一个女生的名字 而更神奇的是 女孩的名字 也正好叫阿娟 因为这个奇妙的缘分 女孩把石头送给了他 女孩让他戴上石头 然后问他 有没有听到一声咆哮 别再做一只 被人欺负的病猫了 去做一头熊狮吧 女孩给了阿娟一张传单 鼓励他参加熊市大赛 传单上的推广大使 正是眼前这个女孩 主要就到了年底 而阿娟的家里 只有年半的爷爷 同事的阿娟从不抱怨 偶尔还会抽空 跟在广州打工的父母 打电话报平安 虽然阿娟嘴上说 让父母不用担心 但他的心里 却是很想见爸妈 因为他已经三年 没有跟爸妈团聚了 他独自来到小庙 递佛像图露了心声 既然不能实现 跟父母团聚的愿望 那他就去广州 给父母一个惊喜 但武士需要三个人 除了石头和石尾 还需要一个鼓手 于是他找到了自己的发小 瘦瘦阿猫和胖胖阿狗 虽然他们人数凑够 但还缺了一个大鼓 于是他们只能去 接上破运气 可是没想到 他们竟然碰上了村霸 村霸嘲笑他们 三个废物竟然也想武士 村霸不仅踩坏了石头 还窗讽阿娟的父母 你的穷鬼爸妈 应该是没钱不敢回家 阿娟忍无可忍 彻底爆发了 可他根本不是吹慢了对手 连同自己的伙伴 也一起被揍了一顿 他们站在天坛上 想要放弃武士 可院里的武士队 又燃起了他们的希望 他们发生无助的怒吼 想把心里的不甘 偷偷发泄出来 你绝对想不到 拥有梦想的少年 能有多可怕 所有人眼里的废柴 竟然想成为 最厉害的武士队员 他们蹲在一家武士会馆 从清晨守到日落 半步也不曾离开 因为他们相信 一定会感动馆长 叫他们武士 当灰块大门打开 竟然是一位驮备老人 他放下的一块牌子 彻底熄灭了 少年们的梦想 但天无绝人之路 老人们见他们如此执着 便给了他们一张地图 地图上标记的地点 有一位武士高手 三人二话没说 他上了拜师之路 他们一路长途跋涉 可没想到 地图的终点 竟然是一处悬崖 他们再次找到了老人 三人买块信心 再次上路 可这一次 重点竟然是一条小河 三人终于受不了了 他们找到老人 派着他一起上路 然而这一次 老人竟然带着他们 来到了一家咸鱼店 阿猫怒了 因为这里离他的家 只有三条街而已 可老头就害了他们 每次都跋山涉水 但这里 真的有绝世高人吗 他们不仅怀疑 是不是老人又带错了路 就在这时 咸鱼店的老板 慢用用地走了出来 他按下一台老师录音机 然后跟着音乐的节奏 捂了起来 他把手里的箩筐 扣在了头上 初恋地将咸鱼 碰上空中 脚下的走位 撑枪有力 然后高高跃起 稳稳接住咸鱼 这一番操作 直接看待了他们 可下一秒 老板娘却走了出来 咸鱼强你 在老婆的催促下 强哥便老老实实地 送起了货 三人见状 悄悄地跟在强哥后面 强哥来到送货点 三人主动献起金情 要帮强哥打起了下手 这强哥一脸蒙逼 三人拿出传单 说出了拜师的想法 但强哥却说 他们不是武师的材料 还不如趁早找个班上 但三人不想放弃 于是 他们天天走在强哥的眉口 强哥收货的时候 他们就在后面跟着 久而久之 强哥也喜欢了他们的存在 在三人的坚持下 强哥仿佛看到了 自己年轻时的影子 就这样 强哥答应说大面为徒 但强哥每天只能偷偷地 在老婆眼皮的底下 教他们武师的技巧 渐渐地 师娘也默许了他们 因为他还好久没见过 老公这么开心了 然而就在这天晚上 师娘就一摔碗筷 走进了店里 按照老婆的习惯 他免不了一顿胖揍 可没想到 老婆却拿出一个包裹 里面的东西 竟然是强哥的武师对付 强哥感动的痛哭流涕 见徒弟们走来 强哥不好意思的 走到了一旁 你绝对想不到 年前这个卖咸鱼的男人 曾是最恋爱的武师高手 就连自己的婚礼 都是他亲自武师助兴 可没想到 妻子在自己婚礼武师 做到了别人的嘲笑 阿正为了维护老公 被别人大吵了一架 可他们终究败给了现实 只能做起了咸鱼生意 这二十年来 强哥没有真正的开心过 只要这三个孩子的出现 阿正又看到了 曾经那个阿强 就这样 阿正同意了他们武师 从此之后 他们训练也更加卖力 可他们训练了这么久 还没有像样的装备 阿强还在顶着箩筐 阿强只能把自己的肚皮 当成鼓来敲打 强哥看在眼里 他这老婆不在时 在家里翻箱倒柜 千哥打开柜子 看到了里面的存款 我没孩子 就当是自己家小孩了 千哥带着他们 来到了武师装备馆 上层水牛皮 经过反复晾晒 才能发出洪亮的声音 而试图的制作 不仅要有神韵 还要经久耐用 三人拿着衬手的装备 急于表现自己的实力 为了满足他们 师父找到武师会馆 让他们进入实战 可他们只练了一些基本功 面对专业的武师 几个回合下来 他们就被打得溃不成军 千哥安慰他们 真正的战斗要比这残酷百倍 往后的日子 他们加大训练力度 强哥从各方面 训练他们的体力耐力 以及平衡能力 为了更好的训练 阿娟剪掉了西瓜头 时间一天天过去 他们的实力突飞猛进 刚开始 强哥还能轻松防御 经过一段时间训练后 阿娟和阿邦的配合 把强哥打得措手不及 时间很快过去 武师大赛的预选赛 也正式开始 可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却迟迟不见强哥的身影 原来强哥买水的时候 我一天碰到老婆送货 背方冷嘲热讽 说强哥整天不务正业 让自己的老婆泡头露面 强哥心里难受 直接跑回了家 他让老婆休息 自己要去送货 可没想到 老婆竟然把他赶了下来 难道这些年你不后悔吗 不后悔 阿真一不听他解释 直接骑走了车 我后悔 我爱你 拿不到冠军 我打断你勾腿 强哥拼命赶到赛场 可遂中 还是没能赶上比赛 这三人垂头烧气的 坐在地上 强哥没有责骂 反而鼓励他们 参加明年的比赛 就在这时 阿娟拿出负贷入场券 他们成功的 赢下了这场比赛 晚上 师母准备了丰盛的饭菜 犒劳三个孩子 正当他们沉愿在喜悦时 却通常有人告诉阿娟 他父母回来了 阿娟高兴急了 飞快的飞向家里 在回家途中路过佛像 他身居于宫 感谢佛祖实现了愿望 可当他回到家时 就看见父亲 躺在了床上 原来 父亲在工地干活时 被小银拴吃了植物人 一生让他们回家养病 或许只有奇迹发生 父亲才能醒过来 高党医药费 将那个贫穷的家庭 打入了无底深渊 这个世界上 真的有佛吗 阿娟苦苦求福 希望外出打工的父母 能够尽早回家团聚 可是没想到 父亲真的回来了 可是却成了一个植物人 一夜之间 阿娟彻底长大 他决定放弃武士比赛 去广州打工赚钱 临行前 师父和师娘 还有兄弟们 为他送行 就在汽车启动时 师父传来了一阵鼓声 你到了广州 要照顾好自己啊 师父也嘱咐阿娟 不能忘记自己的梦想 来到广州的阿娟 一刻也不敢耽误 不管是在工地 还是在餐馆 他身兼素质 只为多挣一点钱 吃的是最便宜的盒饭 睡的是宿舍的地板 只是为了多省一点钱 寄回家里 给父亲看病 工友曾问他 这么拼命 到底缺多少钱 就是不知道缺多少才可怕 另一边 老家的师父和兄弟们 也在帮阿娟凑钱 他们每次武师挣的钱 都会留出一部分 给阿娟家里送去 时间一天天过去 一开始 从觉色即将开始 师父和兄弟们 也踏上了前往广州的路 然而这天晚上 阿娟怎么也不会想到 他会再次遇到 当初是他武师的女孩 阿娟送包裹的地方 正好就在女孩家附近 女孩随着把他带了回去 闲聊时 女孩说自己放弃了武师 因为自己是个女孩 但阿娟始终相信 阿娟一定能成功 加油 他真的可以吗 这一次 他不需要女孩告诉他 因为家里的重担 让他无法再继续武师 在外出打工的这些日子 阿娟从未放弃梦想 所有的基本功 他每天都在坚持 父亲病重 在家继续用钱 在梦想与现实之间 他只能二选一 阿娟把最后一丝力气 丢在了武师身上 他想用这样的方式 跟怀传梦想的自己告别 初生的太阳十分耀眼 就像阿娟最初的梦想 最终 阿娟放弃了梦想 跟工友去上海打工 接着他们去车站的路上 武师大会的鼓声 吸引了他的注意 在舞台的中间 一头红尸一跃而起 瞬间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站在看台上的阿娟 一眼便认出了师傅 然他却不敢上前相认 比赛来到第二轮淘汰赛 只有拿到绣球的人 才能进入下一轮比赛 强哥在预演赛出尽风头 这也导致 他被其他的武师盯上 随着哨声响起 所有的武师都冲向绣球 但赛道太窄 不少的武师 纷纷掉进了水里 强哥虽然没有落水 但却被挤到了最后 不及时刻 强哥打打使用绝招 杀出一条血路 只见他的鞋缓缓脱落 一股有味道的七彩翔云 瞬间击退眼前的敌人 只要武师做梦也想不到 自己会面对这样的对手 强哥一路过完斩将 如入无人之境 可突然 他却停住了脚步 原来 有人带了花落水 没有了大招的加持 强哥再次陷入危机 可就在这时 一个举着先于棋子的尸头 站到了队伍后面 他飞速向前 迷惑走过了攻击 然后纵身一跃 来到了强哥身边 原来是阿娟 他接过师父的尸尾 重新回到了赛场 阿娟强势的步伐 冲破了前方的阻碍 最终 他爬上柱子 躲下了绣球 竞争到下一轮比赛 在半决赛中 只剩下了四支队伍 他们两两一组 在气垫上一决胜负 经过激烈的抢夺 一支队伍率先胜出 而阿娟的队伍 也以压倒性实力 拿下了比赛 接下来的比赛 则是冠军之战 两个队伍 又在长凳上 决出胜负 随着鼓声的响起 两个队伍纷冲向高处 振夺主观上的彩头 阿娟以表心 被踢中面媒飞了出去 不急时刻 阿娟将彩头踹飞 双方失尾 勾住长凳 纷纷使出了倒挂金钩 可最终 两面都咬住了彩头 双方打成了平手 比赛只能进入加实赛 而架车赛的项目 是在高装上 完成高难度动作 为了提高难度 主板方将高装的间距 选上到普通高装的两倍 而且最高的蓝装 竟然有16米之高 对于刚消耗了 不少体力的两边来说 都是对身体极限的挑战 白色五十率先登场 他们稳稳调上高装 然后用各种技巧 赢到现场一片掌声 在最后的16米高台 他们也是丝毫不慌 站在了舞台顶端 另一边 阿娟因为在工地砸伤了脚 加上刚才的比赛中 也遭受了重击 医生告诉他们 阿娟的脚 已经不能再参加比赛 师父听后 直接放弃了比赛 可阿娟却不想 让梦想止步于此 熊狮要战斗到底 阿娟带上舞狮 跪在了师父面前 去做一套熊狮吧 阿娟坚定地走向舞台 他灵活地跳上高装 宛如一只调皮的狮子 在过桥时 他调皮的试探 将狮子演得活灵活现 随着鼓点越发低沉 阿娟便开始 小心翼翼地过桥 走到中间时 他一跃而起 跳过了线桥 此次阿娟的每一个脚步 都用一个带血脚印 他们走到一半时 阿娟用力过猛 竟然弄掉了一块石头 但他仍然坚持前进 就在他们竟然到达重点时 阿娟却停下了脚步 看着远方的擎天柱 他竟然产生了 喜好跨越的想法 擎天柱是为了提醒武师 要保持一颗敬畏的心 世界上 从兄弟达不到的奇迹 但阿娟需要奇迹 他的父亲更需要奇迹 就在这时 天空突然吹起了风 连接擎天柱的铁管 也松动了一根 阿狗见状 连忙跳进水里 其他古师也沸沸前来帮忙 将擎天柱重新固定 此时 耳边传来一阵鼓声 是那个女孩 他也来为阿娟助阵 紧接着 越来越多的古师 也加入了进来 为阿娟打鼓助阵 阿娟带上石头 相互退了几步 然后他一跃而起 广乎间 他竟然变成一头雄狮 高高的跳向擎天柱 下一秒 阿娟掉了下来 但阿娟的石头 挂在了擎天柱上 与的同时 阿娟的父亲 竟然也发生了奇迹 电影也到此结束 在我们的生活中 到处充满了奇迹 而创造奇迹的方式 就是不断坚持 我是云上 我们下期再见 你绝对想不到 石头四人 居然打起了麻将 眼看五花要护牌 师父却念起了紧箍咒 悟空头痛欲裂 狠狠地砸向牌桌 结果下一秒 孙悟空两位师弟 居然化了一团烟 变成了三根猴毛 原来这一切 都是他变出来的 其实早在两百年前 孙悟空因为打死了白骨精 被逐出了尸眉 回到水帘洞后 悟空就开始大吃大喝 身材也变成了这般模样 而就在这时 走来一个小猴子 孙悟空 他自行的目的 就是要借走孙悟空的金箍棒 拿回去炫耀 当看到眼前的大胖猴 悟空根本认不出来 孙悟空只能解释到 我是 美猴王 看到小猴子不相信自己 孙悟空直接掏出了金箍棒 看到这一幕 五元惊呆了 他立刻转变了态度 在五元的死缠带打下 孙悟空无奈地提出了要求 为了得到金箍棒 五元不断答应了 随后 五元跟着孙悟空 走进了水帘洞 发现了满屋子的宝贝 这里不仅有 观音的宝帘座 就连烧水壶 都是太阳老兄的炼丹炉 在这里 他也看到了船上的金斗云 可如今却严重超载 只能被迫营业 但作为师傅 孙悟空却十分负责 直接叫了五元 一招爬山倒海 五元见状 也有模有样地学了起来 可却毫无效果 无奈的孙悟空 只能叫五元 一写基本功 但五元根本不好好学习 甚至跑出去摘桃子 可是没想到 直接摸到了沸沸的屁股上 收到镜压的沸沸 直接从树上掉了下来 就这样 五元被砸晕了过去 飞飞将五元 再次带回了水连洞 第二天醒来 看到师傅正在练功 没想到 悟空直接将金箍棒 踢到了五元面前 面对重龙泰山的金箍棒 即使五元用尽全力 也拿不起来 从此之后 五元终于意识到 修炼的重要性 于是 五元开始加倍努力 在孙悟空的训练下 五元很快 就激发出了潜力 不仅可以举起帕帕的师傅 还能轻松躲过 神话的攻击 看到徒弟十分刻苦 于是孙悟空 提出了最终的考验 只要五元能从自己手中 夺走金箍棒 他就会将金箍棒 送给五元 可无论五元怎样努力 都只差那么一点点 这让他很不甘心 到了晚上 五元好奇的为悟空 为何会离开唐僧 虽然悟空表面不在意 可他的内心 却会想念取经的日子 也会每天牵挂着师傅 这时 悟空直接跳到床上 睡起了觉 看到师傅睡着 妄想得到金箍棒的五元 一时糊涂 起了贼心 他不想再努力了 于是趁着孙悟空睡觉 偷偷金箍棒后 直接跑了出去 而就在这时 突然被一只体型庞大 长相丑陋的怪物 拦住了去路 原来是牛魔王 牛魔王二话不说 直接一招 将五元震飞出去 就这样 金箍棒落在了牛魔王手里 五元还想反抗 却被牛魔王一脚踹飞 虽然金箍棒 落到了牛魔王手里 却失去了法力 看到金箍棒不听他的使唤 奇迹白坏的牛魔王 念起了咒语 将金箍棒封印了起来 看到牛魔王离开的背影 五元意识到自己闯祸了 他无法再面对师傅 于是他找到朋友 打算抢回金箍棒 而另一边 牛魔王带领大军 来到水帘洞叫嚣 刚睡醒的孙悟空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两人二话没说 直接打了起来 前几个回合 牛魔王被打得 毫无招架之力 被激怒的牛魔王 直接开启了大招 孙悟空见状 想要逃出金箍棒 结果却发现 金箍棒不见了 没了金箍棒的孙悟空 根本不是牛魔王的对手 看到这一幕 牛群一拥而上 将孙悟空死死压住 就在这时 五元冲上来 想要救下师傅 可他根本不是 牛魔王的对手 很快就被打趴在地 接着被牛魔王 打飞了出去 好在金箍棒鱼和沸沸 及时救下了他 五元十分自责 为了弥补过失 五元决定铤而走险 救出师傅 大获全身的牛魔王 将孙悟空关押在 火焰山的牢笼里 直到此刻 孙悟空才明白 失误被妖精抓到时 是多么的无助 而猎别五元等人 偷偷流进火焰山 想要救下孙悟空 可可麦来得及动手 就被守卫发现了 很快 众多守卫就围了上来 五元等人被逼到了悬崖边 危机关头 沸沸及时出现 直接扔出榴莲炮弹 解决众多守卫 结果下一秒 在沸沸的掩护下 五元载着金斗云 成功来到了金箍棒面前 并解开了封印 紧接着 他凭借自己的意志 终于举起了金箍棒 二话没说 直接和牛魔王大战了起来 可实力太过悬殊 没两下 就被牛魔王拍在墙上 并且准备解决掉他 看到这一幕 孙悟空彻底被激怒了 瞬间争夺了牢笼 当代了五元身前 但这次他没有出手 而是将金箍棒交给了五元 栖息败坏的牛魔王 直接吸取雷电之力 扔出了超大的能量球 孙悟空见状 直接为五元挡下了攻击 看到这一幕 牛魔王再次蓄力 扔出能量球 五元想要保护师傅 直接冲着上去 下一秒 他瞬间失去了意识 掉进了几千度的岩浆里 在梦境中 五元见到了菩提捞足 并且被菩提捞足赐予神力 直接五元回身冒火 散发出了金光 牛魔王眼看情况不妙 他幻化成了雷牛 准备输死一战 可五元丝毫不惧 直接便在金箍棒冲了上去 就这样 牛魔王直接被打回了原形 大战过后 五元回到了孙悟空的身边 并且得到了他的认可 你把老牛打得满地找呀 不愧是我美猴王的徒弟 经过这次经历 孙悟也决定找回师兄弟 回到师傅身边 猴子怎么还没回来 猴子马上就回来了 主要啊 我是悟空啊